你是什么人 奴婢是居远后府送来的婢女 来作为王爷的 王妃的意思 抬起头来 本王看你胸前 好似有颗痣 王爷您瞧 没有的 看错了 别乱动 王爷好痛 你在勾引本王 救王爷垂怜 约上钩了 不然 飘散的似是谁来受 我提皮不为离愁 只为你转身回眸 我提皮不为离开 你脚 我给你脚 你脚 你脚 敢放我 当真可恨 必须一个贱婢 应该跟王峰作对 不说说江景欣的下落 就让你们剁了喂狗 顾手 我愿意 我愿意去王府 芊汐 你疯了 娘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你们去死啊 芊汐 来人 把他拉走送去王府 夫人 救命 夫人 张姐 能不能 先找大夫 给我娘 给我弟弟医治 智商 王妃还没玩够呢 继续打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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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玉叔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娘 娘 也不知道娘和小弟 现在怎么样了 若想救他们出来 只有拿下瑞华 你开心吧 你干什么 蚊子 现在什么时辰 灰王爷 冒失了 本王竟然睡了这么久 什么味道 是安神香 奴婢听说 王爷最近一直失眠 特意治了此香 想不到十分惯用 竟然这么有效 随风 王爷 拿去给御医瞧瞧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给母后送去 今日母后 也受失眠所扰 希望能有些用处 是 你叫什么名字 回王爷 奴婢姓姜 您换几心 抓到了 你一直 在抓蚊子 近日蚊虫多得很 奴婢怕这蚊子 耍了王爷亲梦 其实也没抓多久的 爸 你继续睡吧 被王爷上场了 奴婢伺候王爷更烟 别爱到听见 梨花啸 你的温柔 我知道 但愿 北王昨晚那么买力 你还有力气 王爷 来 去吧 今生缘分的 巧遇 冲宫 公送王爷 看来那管是婆子说的没错 王后果然失眠 只要能在王府站稳脚 我就可以 救我母亲给我弟弟出来 天然敢勾引王爷 天然敢勾引王爷 你们干什么 你个贱婢 还想生王爷的儿子 这蚊子汤啊 你别想躲 倩儿 在 干什么 昨晚和王爷几次 一次 说谎 妈妈妈她就在外面守着呢 三次 使劲 张姐 求你 你饶了我吧 我本来以为 拿捏着你家人的性命 你就会老老实实的 没想到你竟然敢 狐媚王爷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啊 你不就想搭上王爷 成为这个王府的半个主子吗 做梦 张姐 我求你 我求你 连个通房都不算的东西 竟然还妄想成为主子 把她的脸给我划划 卖到羊子里去 是 不要 不要 王妃 王爷来了 快 拉走 快妈妈 快带下去 快快快 别动 吐死点 本王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叫喊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王爷您回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一个奴婢自豪的不舒心 正准备把她发卖了呢 哪个奴婢啊 王爷 是奴婢不小心 使王妃生气了 你昨日才伺候完本王 怎么今日就惹着王妃要发卖你了 是 奴婢不小心 打翻了王妃的茶茶 是吗 明明是因王妃嫉妒的被发卖 还偏偏不敢叫苦 看着倒也可怜 王妃 这就是件小事 昨日母后无法入睡 闻了这丫头的安神香 就睡着了 江锦夕 从今日开始 你每日都要为母后 做一份安神香 你要什么赏资 说吧 这丫头竟然攀上了皇后 不过就是个不起眼的奴婢罢了 哪知道王爷这么惦记啊 奴婢之兄 在王爷身边 都隐秘士气 长长久久的伺候王爷 好 江锦夕升为侍妾 好 江锦夕升为侍妾 你伺候的本王很是属心 本王还另外少赐你的 本王还有事 就先走了 恭送王爷 见识 既然敢分本王 屁股 我现在就让你弄死了 王妃明鉴 奴婢 奴婢只是想为王爷分忧而已 要是王妃杀了奴婢 或者能伤奴婢的时候 王爷叫不出 给皇后娘娘的香 恐怕 只够对王府 都会得罪皇后娘娘 你倒是挺会忽加虎威的呀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王爷抬举你 你竟能骑到本王妃的头上 在本王妃的眼里 你永远都是个奴婢 给我滚 趴着出去 江玉说 这一件才只是个开始 哎呀 这些粗活 奴婢来做就好了呀 你是 奴婢莲蓉 是王爷派来伺候主子的 对了 对了 这些都是王爷赏的 王爷赏的 是呀 您瞧 这可是鼠锦 满王府只有高侧妃那里有 连王妃都没有呢 王妃没有 高侧妃却有 不对 我若真用了这鼠锦做衣服 那必是打了高侧妃的脸 反而让江玉书 坐受羽翁之力 说起来吧 不用她做衣服 是 哦 对了主子 王爷说让您去书房伺候呢 这是怎么搞的 王妃罚的 王妃这也太跋扈了 正好 一会儿让王爷看看您的伤 让她为您做主 还是先用冰块 小小肿 免得王爷看见了 心生厌烦 王爷怎么会为了一个小小尸器 教训怀有声音的王妃呢 在没有能力时 当避急锋芒 以待之后羽翼丰满 一击而终 王爷 你这身衣服 很好看 是王爷会调衣服 碧妾 只是穿给王爷看 你很会许悦本王 碧妾的一切 都是王爷给的 自然以王爷为尊 帮本王嬷嬷 听说你入府时 十分不乐意 怎么突然想做本王的实践 水王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 生性夺矣 昨天晚上 碧妾仰慕王爷 碧妾仰慕王爷 只想陪在王爷身边 王妃打的 王妃 只是在教碧妾规矩 你可怨王妃 碧妾不怨王妃 王妃能让碧妾 留在王爷身边 碧妾对王妃 永远感激 倒也不必妄自飞过 说吧 想要什么 那 碧妾想要王爷的 一支笔席字 好 面不好的话 可是会领罚的 王爷 你可真是个 勾人的小妖精 叶盘秋水弧行一遍 碧妾只想 勾置王爷 那本王 拭目以待 你现在就把她给我捆过来 把她给我活活打死 王妃 万万不可呀 这江锦心 如今算是在王爷心里挂了名 说不定皇后也知道她 你贸然把她打死 王爷会怪罪的 难道就让我天天这么看着 看着她怎么天天勾着王爷吗 这王府里盯着王爷的 又不止咱们 咱们何必亲自动手呢 你是说 借刀杀人 我记得高侧妃 曾经让王爷赏过一匹 独一无二的赎锦座衣裳 他为此一直很得意 如今王爷赏江锦心的礼物里 也有赎锦吧 奴婢这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高侧妃 你这个贱臂敢顶装我 主事 主事 敢问姐姐是 真心姐姐 竟敢比着我的份力 找王爷讨赏赐 你算个什么东西 来人 把那赎金找出来 给我杀了 那可是王爷赏赐给我们主子的 你还能够让你放我 主子 这是你母亲给你做的嫁衣啊 姐姐 我不强念 你把它还给我吧 是吗 那你给我磕三个头呀 主子 不行 主子 不愧是奴婢出身 这骨头就是软 既然你都磕头了 那就 不要 主子 我就会危险的 不行 啊 啊 高子妃 把我娘嫁妆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把我嫁妆还给我 主子 你一个独臂出身 也配跟我这个将军府敌女招 真是痴心妄想 高子妃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谁让你勾引的王爷宠你呢 来人 把这库房里的东西都给我烧了 这 行了 我也累了 姜姐欣 你要是敢在王爷面前告状 有你好果子吃 哼 主子别害怕 等王爷回来 一定会为你煮出公道的 我已经将东西收起来了 高子妃怎么知道消息的 一定是姜律书 他要借刀杀人 真是好记忆啊 王爷 家到 王爷来了 你们竟然怕我抢走王爷 那我就抢给你们看 来 主子 来 这怎么回事 王爷 你们主子人呢 回王爷 我家主子冲进库房去了 火是这么大 万一伤到他怎么办呀 翠夫 整人去火 是 在火 王爷 竹子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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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身以为 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么大的火 你在里面干什么 这是王爷给切身的鼻 差点就烧坏了 你傻吗 这么大的火事 就因为一支笔 这可是王爷 切手给切身的 第一份礼物 罢了 这后怎么回事 这是 是切身在库房里面 烧东西 不小心点招的 随风 去本王的库房里 拿些伤药 送给江世纪 是 是刚才被打的 这衣服房子 也都是他烧的 雷容 主子 本王倒是不知道 这高侧妃 在府里猥琐 王爷 不是 都是切身的错 是切身 主子 小御医 快 是 这高侧妃 对你可真狠 主子 一会儿见到王爷 可要狠狠地 告他一告 你只管做好 自己的本分 今日之事 不要再听 可是 无比特利 还疼吗 已经上过药了 不出两日 便会消了 王爷放心 不会留疤的 你没有其他话 想跟本王说吗 今日之事 都是碧妾的错 碧妾以后一定 小心谨慎 不会如此张扬 本王已经罚了 高师办您的力气 还请了教习嬷嬷 教他规矩 他不会为难您 王爷 可万不能为了碧妾 双高将军 一家不快啊 自然不全是为了你 也是趁此机会 老娘一下高家 王爷心中有成酸 那便好了 倒是委屈你了 说吧 要什么不成 碧妾 入府已经月余 碧妾想写一封信 给母亲报个平安 这又何难 过几日 王妃要回门 你跟着回去便是 真的 谢过王爷 这些礼物 是谁送的 那是王妃为了 宽慰碧妾 差人送过来的 碧妾也知道 自己的身份 下次不会了 你为何如此卑微 是本王抬举你 怎么 这府里还有人 能质疑本王吗 碧妾知道 碧妾 是王爷抬举的人 碧妾不敢小瞧自己 你呀 姜语叔 带我回了府 我要拿回我的遗弃 你说王爷 惩治了高宁婉 他娘家手握兵权 平日里 王爷可是连句重话 都不会对他说的 奴婢瞧着 宫里的妈妈 已经去了碗玉居 高侧妃最近 怕是有苦头吃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江景欣这丫头 手段比我想的还要搞 现在不出 日后必定后患无穷 可是王爷如今正宠他 不过现在 咱们找不到油头 长支太阳 找不到油头 那便制造点油头 奴婢觉得 女人一生中 最重要的无非就是贞结 若贞结没了 生她再有手段 也会被男人所厌弃的 说得不错 这次 我看江景欣 还如何翻得了身 怎么样 没事吧 我的脚崴了怎么办 我还赶着给高侧妃 去取东西 她还等着要呢 高侧妃 要不奴婢去帮她取吧 行 那你小心点 快去快回 我在这等你 好 多谢小主 今日 怎么想着出来走动 太医说 臣妾最近总是 忧思过度 都出来走动 对胎儿有好处 这便对了 你只需要放宽心 把孩子生下来 其他的 不用操心 王爷说得是 嗯 哎 哎 哎 怎么了 许氏走得有些久了 太累了 哎 前面就是景欣妹妹的房间 不如我们去休息一下吧 嗯 江景欣 你的死期到 翔儿 江景欣 这怎么回事 王爷 你听我解释 农必在洪府时就听说 江淑妃有个相好的情郎 莫不是 就是床上的这位 你竟敢欺上门下 羞辱王爷 王妃 要我说 您就不敢可怜他 皇府上下谁不知道 他一心想叛高知 但凡遇到一个亡国贵族 他都恨不得贴上去 王爷 我没有 什么没有 奴婢得瞧见好几次 他和各家公子细细调戏呢 江景欣 他说的可是真的 你 别急 我想到他对我做的这些 都是轻轻熟弱 那些所谓的真心 全部都是假的 飞风 我杀了你这段 肩负淫妇 飞风 我杀了你这段 肩负淫妇 我也不可 莲蓉 怎么是你 这怎么可能 千二姑娘 怎么就这么肯定 我床上的 一定是男子的 方才我们只是看到了 男子的衣物 谁知道这上面躺着的 竟然是你的贴身事 谁知道你们主仆二人 一山不整 在这个房间里干什么呢 莫不是 莫不是什么 妾身也是听闻府中的婆子 瞎说的闲话 听闻这女子与女子之间 也有龙羊之好的事情 休要胡说 江玉叔 你还真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不过这次 又要让你失望了 王爷 妾身这么做 也是逼不得已的 王爷 主子这样做 都是为了您啊 你拿这些做什么 回王爷 主子和奴婢 本想在此处 偷偷办做小丝 出去打卖绣品 真是笑 王府缺了你们吃穿嘛 请让你们 带做男子去卖绣品 王爷生辰将至 小主 想要亲手 做一件衣裳 送给王爷 只盼王爷 能够实施挂念 可是小主的分力钱 竟然连一块 好的料足买不起 只能把绣品 卖了换钱 对了王爷 你看小主这手 都被针扎成 这个样子了 这当真 是刺绣品伤的 其实不敢欺瞒王爷 请请心 你巧言吝啬 哄骗王爷 本王妃 现在就要撕了你的嘴 本王妃 现在就要撕了你的嘴 王妃 王妃莫要冲动 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锦心已经自整清白 莫要咄咄逼避人 说起来 巫月莲蓉 竟然是第一次 伴奏小色充满 怎么就这么巧 被王爷撞见了呢 你这意思是 是本王妃 故意带王爷过来的 你休想吾蔑本王妃 翘儿 父王妃回去休息 你也下去 是 你方才说的可都是真的 狗男人 偏偏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伴奏小丝 卖销品是真 和莲蓉 在此出换衣服是假 那真相是谁 今日我与莲蓉 在花银赏花 结果莲蓉被扬缓 拽走之后 我就被任迷晕 带到了此处 你是谁 我可是热王的人 你要是敢动我 你就不怕 说我杀了你吗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疯了 再说有人花钱 要我玩你 还能把我平安离开 你说我怕不怕呀 随风 人受了伤 定没走远 封锁王府 走 是 王爷 都是切身的错 切身听见大人说 是有人指示他的 便想着将军交际的办法 隐射出洞 看看幕后指示的人是谁 结果 还是让他给跑了 隐射出洞 难道 是王妃指示的 也难为你个弱逆子 跟歹徒搏斗 王医生相信其身了 本王当然相信 毕竟 偌大一个王府 估计只有你一个人 会对本王说真话 亲身发誓 以后 无论发生什么 对王爷 都不会说一句谎话 我的好王爷 真不好意思 我刚刚那句就是个谎话 那你可要说话散话 亲身一定说到做到 小妖精 本王现在就收拾你 本王妃一定要把江洁欣给杀了 你还还着孕呢 怎么动不动就寒当海杀 小心吓到肚子的小皇孙 母亲 你可算是来了 你非要女儿把江洁欣那个贱人 送到王爷的床上 女儿可被她给害惨了 和妈妈回侯府啊 都跟我说了 就这件事 你是怎么想的 自然是偷偷除掉她 回头若是王爷问起来 就说是出了意外 或者说是病死 不妥 且不说她如今 成为了王爷最受宠的宠妾 就凭她能让王爷处罚高侧妃 你也要好好利用你 她为了害我就不错了 我要怎么利用她呀 这丫头的生母和弟弟 都在我们手上 只要你威逼利诱 不怕她不答应 日后若是王爷龙灯大宝 你就不怕再有人威胁你的地位 可要是让这丫头养虎为患 让她养成了气候 那可就糟了呀 哎呀 她一个婢女 能歇起什么风了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扳倒高侧妃这个劲敌 才是最重要的 在事成之后 你再悄悄地把那个小丫头处置 不就行了 有道理 翘儿 你去把江姐新嫁过来 是 何妈妈 你替我准备一样东西 我一会儿有大用处 是 王妃安好 夫人安好 莲蓉妹妹 主子们有话要说 我带你去吃果子去 哎 走吧 走 走吧 我要跟着我家主子 哎 王妃 你这是干什么 哎 紧心 他们一起小丫鬟玩玩闹闹 你不用管 我和你长姐 想和你说些提起话 王妃有什么吩咐 凭借一定照做 奇怪 这母女二人今日 怎么这么客气 这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样 这府里的高侧妃 唱着父兄的群势 和王爷的宠位 平日里在王府里 嚣张跋扈 你如今也算得了王爷的脸 不如跟我合作 我能保证 你在王府里有一席之地 哦 原来是男友对付高宁婉 他做受羽翁之力 真是好记忆 奴婢 怕是没这个本事 你有 你这张脸啊 就是最好的本事 只要你肯帮王妃 我敢保证 你娘和你弟在侯府吃喝不愁 安稳无忧 事成之后 我还能让你娘做虎爷的姨娘 但要是你不答应 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他们的死 奴婢答应 奴婢一定好好帮助王妃 求夫人 放过我娘跟我弟弟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呢 来人 把药端上来 这是什么 当然是绝子药了 只有锦西妹妹你生不了 装机我才放心啊 喂给她 你够我够我不能喝 好好吃点 别动 给我喝 江锦西 你放死 奴婢愿意 为长姐生孩子 真是可笑 把王妃肚子里怀的是王爷的嫡子 不能等你来生 继续灌药 且慢 让她继续生 王妃自幼便受了 子嗣艰难 这一胎 可是等了三年才回上她 姐夫说 能不能平安顺产 就是生下来了 万一是个女儿呢 要是生产的时候 不小心王坏了身子 以后 就再难怀孕了 难道张姐 又把这王府里 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抱回来了吗 你这样敢救我 奴婢是出生后府 奴婢生的孩子 组好过 别的女人生的孩子吧 你这丫头说的 倒有几封道理 母亲 你也不信我能生出儿子 这不是以防万一吗 你又没有多的姐妹帮你生 不如 就用景星吧 生去不留子 我就得了 张姐放心 没有张姐的允许 我一定不会擅自怀孕 哼 算你实相 行了 下去吧 对了 听说 张姐明日要回府 不知 反正王爷都已经答应你了 回去准备一下 明日随保王妃 一起回侯府 谢王妃 主子 怎么样 王妃有没有为难你啊 回去收拾东西 明日跟王妃 一起回侯府 是 我一定要找机会 将娘和弟弟送出府 不能再说江家人的邪迫 女儿拜见父亲母亲 哎呀 我的好女啊 来快快快 请起 别伤了小黄孙啊 你母亲说的对 为我现在得陛下宠牌 那日后说不定是有大造化的 那前途啊 父亲说的是 女儿懂的 景星啊 听说 今日你很懂 王爷宠牌啊 你如此有出息 肯定是你母亲 叫的好 不如见你母亲 景星 你该去看看你娘去了 是 奴婢告退 你是不是又想让那个贱人 当一娘 告诉你 不非我死了 不然那贱人 一辈子都得是奴婢 哎呀 夫人 啊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给他娘娘 换个地方住 要不是景星啊 最近德王爷宠牌 他一个外手 我怎么可能会在乎呢 哼 你咋量我是不知道 你是更想方便 与那贱人私会吗 你想都不要想 与输 我们走 走走 娘 我回来了 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东西 景星 你快去救你弟弟 他快被小丑也折磨死了 什么 驾 骑那马朗 驾驾 驾快点啊 快点 快点 没事吧 姐姐 哥哥说 不让他骑骑马 他就不让我上司书 可是我好疼啊 你这个贱婢 竟然敢吞板少爷 来人把他给我抓了喂狗 表现年纪 是强凌弱 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 好疼啊 你们是吃饭的吗 你们还不来救我 我是温王的宠妻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 你们蠢啊 我姐姐可是温王妃 你是这个贱婢能比的 快救我 我的儿 生苦了 景星啊 你把富人心肩上的小少爷打了 他岂能善良 善良 你想的美 花快给娘看看 这个贱婢用辫子冲我 虫死我了 一定要把他打死 来了 把这一家三合给我断了胃口 住手 天天的干什么呢 侯爷 这丫头殴打我 你还想骗态他吗 我怎么会骗态他呢 这王爷的宠妻 为了趟侯府人就没了 你叫我们如何跟王爷交代 父亲您请放心 到时候就说这丫头意图谋害黄四 险些害我流产 王爷自然也不会怪罪 那那是 你真是做什么 女儿自小卑微谨慎 女儿自小卑微谨慎 万万不敢打夫人的儿子的 只不过 今天实在被气急了 父亲你看 书哥身上被小少爷欺负的 没有一处好的地方 怎么回事啊 啊 侯爷 你还是把我们赶出侯府吧 荣哥 以书读四十五经 是小少爷说 只要他给他当马骑 他就送他上四十五 这才忍气吞什么 荣哥 荣哥 告诉我 您真的已经手足四书为敬 是的 我肩甲庆祝如此人才 好好培养家义时定能关药 你这个外事草包 有什么资格上四十 给我当马骑都不配 李子 他可是你亲弟弟啊 如此乌言晦语 到底谁叫你的 侯爷 你这是做什么 现在他们母子想走 就是他们赶出去好了 闭嘴 母亲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冷着你啊 你看看 把回客人呈成什么样了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父亲 父亲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母亲的娘家 好歹也是关怀使家 你就让我为了这几个贱人 打骂他们 我母亲的命 虽然和夫人没法比 可是 我也有幸得到王爷的宠爱 还每天 给皇后娘娘制作暗神香 各是得到了皇后娘娘的赞许 你进入了皇后娘娘的意义 是啊 女儿在内帮衬着掌浅 龙哥又上进 在外好好学习 帮侯府 光阳门眉 将来要是王爷 要是王爷日后有了造化 咱们侯府 就如日中天了 龙哥如此有出息 我订单要好好请个先生 嚼一嚼 龙哥命不好 脱身在母亲肚子里 没有迷反 一个外侍子 又怎么能科考 光宗要祖呢 这又是什么呀 既日起 玉娘身为贵妾 龙哥 还有锦辛 山出谱 姜天诚 我说过 除非我死了 龙哥先休下浪子 现在进门 夫人啊 我演外事 做男友做的 这么多年过去 你气也应该消了 如今龙哥 以怀哥 有管事啊 这件事你不答应 也得 好 好 我现在就去死 好啊 那我们就一起死吧 你什么意思 父亲 今日 我若不能如愿 我就将夫人 可待外侍子女的事情 传扬出去 到时候 夫人和张姐的名声 侯府的官生 还有小少爷的前途 恐怕 就都没了吧 你敢 夫人别急 锦辛是最胆小的 说不是被逼急了 自然不会这么做 好 我答应你 想云娘抬位贵欠 娘 多谢夫人 多谢父亲 侯爷 你是真的要把我抬位贵欠 娘啊 这些年苦了你了 重庆往后 我定当好好待你 侯爷 这么多年不闻不问 现在才来装神器 男人 我人都一样 只有核心的利益 才能打动她 娘 你怎么能答应 让云娘那个奸人 入府当妾呢 这下好了 锦辛和江锦荣 都成了好子的 说不说你了 你当我愿意 让这奸人进盟吗 我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你 和你弟弟啊 我们现在 动不得拿奸臂 没想到 这丫头竟然 如此活的出去 若她将这些事 抖了出去 那你的名声 和怀哥的前途怎么办 那你就不管 我的死活了吗 救人用那个奸人 气在我头上吗 还说什么要利用 她对付高宁婉 我跟她一个 就足够对付我的了 哼 你说的 这丫头留着 确实是个祸害 你回去想个法子 让她消失 把这家伙给其他人 如此便没事了 等你那边处理好了 这借父母子 我也会处理掉的 哎呀 这都是小事啊 你可别气了 想着伤着小黄孙 母亲说的对 反正那个江景夕 非死不可 王妃为什么是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慢着 王妃还有什么事吗 翘儿 拿上来 跪下 碑妾不能跪 否则王爷问起来 碑妾没法解释 就只能实话实说了 跪下 真的说错了吗 我合作之忧 还敢嘴硬 实话告诉你吧 王爷被圣上派去 视察水利了 没有个十天半个月 是回不来的 你可不要忘想做苦肉 寄给王爷看 恐怕呀 到时候你连王爷的最后一面 都见不到呢 如果就这么消失了 王妃 就不怕王爷怪罪吗 明明是那日高颤妃伤了你 你们好全 把王妃为你请蔽了名医 都一之不成 王爷又怎么会怪我呢 你真是好歹多 啊 啊 啊 所以你怎么说呢 王妈妈 让他在这贵族一夜再走 可千万别死在我们屋里 是 主子 主子 你怎么了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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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 你终于醒了 去找王爷 快去 王爷被皇上安排是沙水利去了 现象不在府中啊 原来是真的 小主 您还是先担心担心您的伤吧 在屋内的伤药 全被王妃的人搜刮干净了 刚才 奴婢去求王妃 想让府里的郎中过来 可是 王妃那边的人却说 郎中再给他安排 根本走不开 奴婢就想着 要不去府外去请郎中 可是门口的婆子 不知怎么回事 似乎不给奴婢开门 看来王妃 这则是体了心 要我死了 怎么办啊 小主 您现在已经发血刀烧了 这腿伤再不治 腰发脓了 就算不死 这腿也废了呀 别担心 你让我想想 郁叔 你刚进门也太操之过急了 这柳册妃 还得可是王妃的第一个孩子 你就这么把她的孩子给弄死了 就把她还到你头上吗 她怎么可能会怀疑那镯子里 藏着一造成流产的香 那可是王妃送给她的呢 我你还就是聪明 莲蓉 快去找柳册妃 莲蓉 快去找柳册妃 柳册妃 只有她能救我的命 这柳册妃最是首富之女 屋内灵要成山 但是自从她小闪之后 便常念礼服不问世事 咱们又速来与她没有交情 她又怎么会帮咱们呢 你就这么说 什么 快去 是 卢册这就去 张婧 你可要祈祷我这次活不下来啊 要不然 我一定让你痛不欲伤 柳册妃 求求你救救我家主子吧 她实在伤得厉害 命要会死的 我向来不管这些事的 再说这是王妃要做的 你是想让我与王妃作对吗 我家主子说了 只要你能救她的命 她就帮你对付王妃 还有高子妃 你家主子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怎么去对付别人呢 再说了 我与王妃无怨无仇 为何要对付她 我家主子 其实是欺怨侯府庶女 因昨日回府时 与人起了拘语 所以王妃才怨恨她 对了 我家主子说了 你小产一事并非意外 而是王妃所为 你说什么 可有证据 小主是意外听到了侯夫人 和王妃的聊天才知道的 王妃赏赐给你的那只手镯 其实被王妃动了手脚 里面藏了一时流产的香丸 好歹毒的心计 好一个瑞王妃 江玉叔 我要让你为我而偿命 求瑟菲赐药 我家主子 并竭尽全力 祝你一笔之力 来人 将最好的伤药和补药 一并拿来 我会去告诉你主子 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是 柳泽菲给的这药还真是不错呀 这些日子主子已经大好了 奴婢相信要不了多久腿伤也就会痊愈了 确实不错 这次多亏了柳侧妃 我欠她一个很大的人情 总得做点什么 回报她才行 那主子可有什么吩咐 这里有二十两银子 你去找个瘦瘦先生 让她把我娘 台湾姨娘的事情 给散播出去 嗯 这是画本子 拿个瘦瘦先生 照着这个说 好 可是实在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十两银子便够了 剩下的 是给你的 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就连你娘生病 也没能回去 这次就顺便回去看看吧 莲蓉 这次 如果不是你去求柳侧妃 我照样活不下去 你的恩情 我也记住了 你放心 只要我还能活下去 只要我还在这王府一日 我一定会让你 跟我过上好日子的 主子放心 奴婢一定誓死跟随主子 快起来 月儿 这画本子 你要说说些事看完之后 就赶紧销毁掉 嗯 出去的时候 乔装打扮一下 别让人发现了 是 奴婢这就去办 姜雨淑 你很快 就能看到一出好戏了 翘儿 没想见那丫头 这集是怎么样了 听说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还不能走动 这样都不死 她这条贱命确实用 王妃别急 她的腿 踏步是要废了 听说很严重 走不动路 都换能了 哈哈 原来是成了犬子呀 作用她再有能耐 王爷也不会喜欢一个 四肢不健全的畜生 也罢 那便留着她这条贱命 慢慢折磨 王妃说的是 她已经没有本事跟您争了 王妃 不好了 夫人生病了 你说什么 母亲豪端端端怎么就病了 听说是气病的 近几日 坊间流传许多 说侯府台贵妾的画本子 说夫人恶毒善毒 竟让外世子女为奴为婢 还说小少爷心狠手辣 残害自家兄弟 还说 还说王妃年为了妖宠 让自家姐妹给王爷当暖床丫头 自私无德 夫人听后气得不行 立马就晕倒了 江景欣 一定是江景欣 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将这件事炫耀出去 王妃息怒啊 小心肚子里的小黄孙 你过来 弄下毒烟 趁着夜色的时候放在江景欣的屋里 三王妖回来之前让她消失 让她消失 是是是 娇儿 还不快去拜 是 还有件事 有话快说 高侧妃听说了这件事 专门请了叔叔先生 还拉着后院许多妾室一起 此刻 就在婉月居呢 高宁婉 气势太深 走 随我去看看 话说 侯府那位嫡小姐 虽然是怀有身欲 但貌仇无言 为了留住夫君 便想起了家里端茶倒水的树妹 那树妹生得是美貌动人 她便直接将人掳走 送到了夫君的床上 只让其当夫君的卸育工具 半点名分都不给呀 天哪 这也太惨了 就是啊 这还怀着孕呢 你也不知道给肚子里的孩子寄信服 诶 这说的怎么这么像王妃呀 胡说些什么呢 咱们王妃可是菩萨心肠 怎么可能做这么恶毒的事啊 可听说这齐远侯府 纳入了一个新贵妾 原本也是外事 还预有一子一女 难道说这树妹 就是姜世倩 你这么一说 别是真的吧 哎 先生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 因她伤得异常漂亮 嫡小姐的夫君恩宠于她 令着嫡小姐嫉妒不已 要将她的脸画画 将她迈到窑子里去 都给我出嘴 一派胡言 何妈妈 将这些人都给我赶出去 各位主子都请回吧 你也速速滚出王府 需要在此胡言乱语 王妃 我不过是找说书先生 来给姐妹们解解闷 这跑到我院子里来 胡闹一通 是什么意思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我父兄可是大将军 你四代万能入死 拉着一众妾室 在这听着市井之人 污蔑本王妃 我怎么打不得你 污蔑你 原来你是狗急跳墙的呀 所以说这将锦心 当真是你的树妹了 没想到啊 这贤良淑德的王妃 被地里 竟如此折些心肠 你说要是王爷知道 你们如此对待 自家姐妹 会不会厌弃你 你胡说 我是不是胡说 你心里最清楚 装模作样 无才无 待王爷容灯大宝 早晚会休了你 王妃 别动了胎气 咱们还是先回府吧 你想做王妃 走了 这王府 真是越来越有事了 宽古整营那些 竟然纠缠 竟然为了回王府 去看母亲 何妈妈 你速去准备 回王府的马车 是是是 王妃你慢点走 别着急 小心肚子里的小皇孙 我能不急吗 万一母亲有个好待我 王妃 我能不急吗 万一母亲有个好待我 王妃 行 何妈妈 快快你叫太医 王妃这一胎 怕是保不住了 一会儿太医来了 你去打听她的情况 是 莲蓉 王妃这一胎保住了吗 王妃的这一胎 应该是死胎了 死胎 对 侯府的夫人来了 她让七鸾院的人 将此事不要告诉王妃 还让太医们 将此事瞒了下来 瞒了下来 这侯夫人都变成这样了 还在为王妃出谋划策 真是用心良苦 想来 一是怕王妃知道孩子没了 受刺激 二是 将来想用这死胎 图谋点什么 图谋点什么 哎 这青鸾店 将消息瞒得死死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柳策飞告诉奴婢的 这柳月如 还真是个不错的同谋 那主子 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我也还没回来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免得 被人抓住了把柄 是 时候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吧 下去吧 这鹰雾是剧毒 看来江医术 定要在王爷回来之前 要了我的命 先逃出去再说 王爷 主子已经睡下了 王爷回来了 那这次的机会 可不能浪费了 救命 救命 主子好像醒了 怎么这么大的烟啊 王爷 快走 王爷 这里面好像有剧毒 什么 主子还在里面 别进去 里面有剧毒 随风 主子 你怎么样 王爷 刚才王爷进屋了 可有吸到毒烟 你腿受伤了 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高子妃 要不容 别说了 别说了 王爷 还是找御医 给您看看吧 进行 随风 叫御医 去本王院里 王爷 你醒了 可曾让御医 瞧一瞧 天随风说 那烟雾 可是有剧毒的 本王没事 倒是你中了毒 还好细肉的不多 多吃几副药 去毒就好了 王爷没事便好 这是王爷的房间 奴婢只是一个 小小的尸妾 住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奴婢就回梅香居 梅香居那全是毒烟 再说了 你腿伤复发了 别乱跑了 毕竟就住在这 这才对嘛 听凌蓉说 你的腿伤跟王妃有关 你老实跟我说 若是让本王查出来了 就要发你撒谎了 毕竟说 是 是奴婢回侯府的时候 被王妃罚归了钉字板 王妃 怎么会给你 这么重的惩罚 长姐也是为了 给我立规矩 怕我给王爷丢脸罢了 你叫王妃长姐 莫妃 最近未明 传得沸沸扬扬的 齐远侯府心尽贵妾 是你的母亲 正是碧妾的母亲 也正是因为 母亲有了这个名犯 才招致王妃的怨恨 向奴婢教训了一番 就算你当上了 齐远侯侯府的小姐 也只是庶女 王妃为什么会记恨你 王妃送来河山 你可莫要诬陷她 婢妾不是这个意思 婢妾和母亲 自由住在乡下 本来日子也过得畅快 原本以为 父亲只是一名 普通的穷苦书生 母亲还卖了一座绣品 帮助父亲 积攒进行赶口的饮料 后来父亲说 给母亲一个名分 这才知道 原来她是 高高在上的齐远侯 后来呢 后来 侯夫人似乎不让母亲进来 父亲也做不了主 所以我和母亲还有弟弟 就成了侯府的奴仆 王爷尽尊玉贵 想来是不知道 这种寄人篱下 唯能唯弊的滋味 我母亲是宫女 我自小在皇后宫中找她 也是受监欺负 又怎会不知道呢 别伤心了 有本王照顾你 不会让你说委屈的 看来她果然想到了自己 一个是宫羽生的皇子 一个是万世生的树女 我们可是一类人 只有我懂你的 那就抬你为淑妃吧 既然你母亲 已经 抬为贵妾了 那便不再是奴仆之身 当世界已经不再合适 那就抬你 做淑妃吧 你这是在什么 碧妾 碧妾是高兴的 纵使碧妾 成了所谓的官家小姐 可是所有人 都以为碧妾是奴仆出身 只有王爷 愿意给碧妾一个身份 碧妾此生 愿全心全意伺候王爷 怎么 本王 不抬你做淑妃 你就不全心全意伺候我了 做好本分和真心侍奉 三是不同的 碧妾的真心或许不值钱 可是 对王爷的心意 一生都不会变 在这个院子里 跟本王聊本分的人很多 跟本王聊真心的 就你一个 本王倒是很喜欢 你这样的真心情 碧妾可不止这一别 和别人不同 你这个笑意 王爷 王妃动了胎气 让你赶过去 对了 王妃在高侧妃的院子里 摔了一跤 怕是动了胎气 王爷赶紧去看看吧 就这么把本王推开了 还有什么 比肚子里的孩子重要 本王倒是忘了 你跟其他女子不动 快去吧 回头再收拾 我的王爷 别着急 我会陪你慢慢玩的 废物 王独队居然都没有毒死 那个小贱人 你去 你去给我把那个贱人杀了 王妃息怒 是那丫头命好 竟刚好赶上王爷回府 救了她一命 你说王爷也真是的 回府不说先来看您 进去见那个臭丫头 何妈妈 你确定我这一胎 真的没有事吗 自然 夫人不都说了吗 您只需安心养胎 等着生下小黄孙即可 那就好 只要能成功为王爷 带下小黄孙 我也别无他求了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 一会儿啊 等王爷来了 您好生哄着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 而让夫妻情分生分了 你说的对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看看 王爷来了没有 是 王爷 你先好生休息 莫要再折腾 听说 你动了胎气 还在高侧妃院子里 摔了一跤 说来那高侧妃 也属实太没规矩了 竟然叫了说说先生 与一众姐妹 在院子里听说 那可是外难 就这么轻易地 进了王府的后院 前身也是一时气急 这才摔了一跤 你说的有理 本王伐高侧妃 尽足半年 以事成见 还是王爷公允 听说 锦馨是你的树妹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她一个外事所生的孩子 有什么好提的 因她那一家子 母亲伤透了心 现日竟然还要忍着恶心 将那女人抬回贵妾 妾身真是心疼母亲 王妃 妾 妾身 妾身也没有别的意思 妾身只是 刚知道锦馨妹妹 是父亲的女儿 一时没有办法接受才对 所以你因为忌恶 想放毒烟杀了她 所以你因为忌恶 想放毒烟杀了她 这是没有 本王从不说没有证据的事情 发现毒烟的时候 本王就派随坊去查了 毒烟 是恰法 王爷恕罪 是奴婢看不过将士妾 这才私私做主 确实是妾身指使乔儿做的 王妃 一人做事一人当 妾身的确是因为够计 这才做了糊涂事 但没有必要让一个婢女 为妾身承担错误 你还挺坦诚 本王知道你心里有气 但锦心是无辜的 以后这种事情 万不可再做 都起来吧 妾身知道了 日后妾身 定会好好对待锦心妹妹 以为不近日之过 本王已经决定 将锦心抬为束缚 你安排一下 那可真要恭喜锦心妹妹了 妾身 妾身一定会为她 寻一出好的院子 好了 这段时间你就好生休养 虽然高侧妃不懂事 但本王看柳侧妃 还是挺能干的 这段时间 福利的事情 就让她帮你了 王爷 此时妾身不同意 柳侧妃出身伤骨 做个术妃 依然是抬举了 王爷装容柳家 情人也不好说什么 让她做侧妃 你是不合规矩 难道日后还能让她 与妾身平起平坐吗 等你顺利生下孩子 她自然也不需要帮你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别伸了 我早点休息 告诉王爷 柳侧妃 你也要骑在我的头上 她是个蛋小孙 一定要让你们一个个都好看 侧妃 王爷说王妃需要进行养胎 这些日子 只用您来打理府中的大小事情 放下吧 对了 再备一份厚礼送给江树妃 就说是我恭贺她生了胃粉 是 江树说 我要把你在乎的一切 都依依夺走 都仔细着点 这可是王爷赏赐给树妃的 吵吵冉冉的干什么呢 江姐心 你在我院子里做什么 高侧妃 王妃让妹妹来晚月居 跟姐姐做伴了 什么 她让你和我住一个院子 我们主子如今生了胃粉 成了树妃 王妃觉得之前的位置太小了 所以特地让我们搬过来 与您做伴了 主说话你插什么嘴 你现在当了关小姐 还真是非常枝头做凤凰了呀 不过想和本侧妃平起平坐 下辈子 姐姐说的是 测妃这话说得好没道理 我们家主子 现在是正经的侯府小姐 凭什么就不可以和你平起平坐了 别容你给我闭嘴 你一个下人都敢如此 我今天就告诉告诉你 这晚月与谁才一起 给我打他三十大板 姐姐 他已是口无遮懒 你就放了他吧 主子 您别求情 平日里测妃 嚣张跋扈 欺负您也算了 如今你也是树妃了 凭什么还要被他侮辱 你疯了 你要再说 我也救不了你了 给我打 看他你嘴不嘴硬 莲蓉 瞧你们这主仆情深的样子 这样吧莲蓉 你要是向我认错 对 我可以考虑一下免了你十个半子 莲蓉 你快认错了 姐夫 认错 给我打 一个都不都少 竹子 继续 我错了 我错了 弄笔错了 放过我家竹子吧 放了我吧 干嘛去了 现在认错 晚了 竹子 你快下去 让奴婢说法就行了 没事的 我鼻涩肉厚 受得住 妹妹这院子 好生热闹 刘姐姐平日里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今日怎么有兴致 来我这晚月居了 刘姐姐平日里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今日怎么有兴致 来我这晚月居了 我这不是奉王爷之命 帮王妃打理后院 听闻景星妹妹换了新居 所以过来瞧瞧 呀 景星妹妹这是怎么了 你们这些奴才都是死人吗 还不快将将树妃扶起来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 我连教训一个口无遮拦的奴婢 都不行吗 妹妹 你误会姐姐了 姐姐是怕你着了别人的道 什么意思 妹妹糊涂啊 这江树妃是因为侯府小姐的身份 才被抬了位分 可后脚 王爷就输了王妃的掌家权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明白了 硬是他料定我会和江树妃起冲突 惹得王爷不快 真是一时二年 那我当初都鸟呀 妹妹你明白就好 姐姐实在不忍心你被人利用 才特地来说一说 你倒也不必与江树妃起冲突 那王妃还能放过她 姐姐你说的有道理 我都已经被罚了半年的禁足了 可不能再惹王爷不快 姐姐 我信得了好茶叶 姐姐来吃点茶吧 好 你平日里很稳重的 今天为什么这么莽撞 奴婢 莲蓉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奴婢今日 就是故意要高宁婉打死我的 什么 你说什么 你故意激怒高宁婉 是为了让她打死你 竹子 奴婢的父亲被高宁婉的家人害死了 你先别哭 到底怎么回事 奴婢的父亲 原本是高宁婢府上的刀柴的 他上次因为嫁衣的事情 见上奴婢 别吩咐手下的人 一定不要让奴婢的父亲好过 让奴婢的父亲 没日没夜地干活 于是就被 被活生生地累死了 竟然有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竹子 你在这府上父辈受敌 少前不能自保 我又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让你平天烦忧呢 那你今天 又是为什么 上高宁婉打死你 奴婢得知父亲死后闹过一次 但是又险些 被高宁婉的人打了 奴婢就知道 仅凭我一个人是斗不过她的 不过 王爷今日又罚了她 就说明王爷已经开始厌弃她了 如果这个时候 再传出 她曾经打死过一个婢女的事情 那王爷 定会彻底的厌弃她 没准 她以后就再无犯人之日了 你糊涂呀 就是打死十个年 高宁婉也不会有事的 为什么呀 就因为奴婢的命不值钱吗 不是你的命不值钱 是她高宁婉的命 太值钱了 她父兄都是将军 守王爷身边得力的助手 将来王爷 图谋大爷 他们都是左膀右臂 她高宁婉 就是将军府和王府的扭蛋 岂是你一个小小的婢女能比的 那就说 无论怎样 都无法扳倒她了 那还不如 就让我被她打死 所以爹爹去了 你先别急 这件事情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有办法 这件事情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有办法 晚些时候 我去找柳册妃 主子好 卢婢叫秋莲 是王妃派来伺候主子的 好 玲蓉受伤了 你这几日 决心伺候我吧 是 你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带来了 你确定要这么做 这可是禁术 咱大月朝自开国以来就颁发禁令 不许行这厌慎之术 若是让王爷知道 你可就完了 我与高宁晚 注定水火不容 有她一日在 便不会有好日子过 江玉书也是 她面词心狠 手段独辣 就算是为了我母亲跟我弟弟 我也必须那么做 好 那你去吧 我会帮你的 多谢侧妃 苏莲 去把床铺好吧 是 怎么了 没事 奴婢以为看见虫子了 看错了 别搭计小怪的 退下吧 我要休息了 是 鱼儿上钩了 娘娘 奴婢在江树飞的房间 发现了纸扎人 你说的可是真的 奴婢看的真真的 那两个小人 一个写着王飞宁的名字 一个写着高侧飞的名字 太好了 若江姐心真的藏了纸扎人 行着尽数的话 那她这次铁钉 和栽在我的手里 我就看这次王爷 还怎么暴婢她 你先下去吧 是 娘娘放心 这次啊 定会叫她翻不了身 这次我可要好好养着身子 顺利生下这个孩子 她想害我腹中的胎儿 什么 王飞说的是 高侧飞那边的人 我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万事俱备 只见东风了 银杏 好了 你去办吧 是 妹妹 这东风 我可借给你了 你猜猜我今天看到了什么 现在是王妃身边的翘儿 从高侧飞屋里出来 鬼鬼祟祟的 定不会好意 可是这个翘儿 不是王妃身边的女婿吗 她怎么会从高侧飞的宫里出来 这高侧飞整人里挑起王妃 这翘儿啊恐怕是来者不善呢 今天都有谁来给我院的 今日王妃身边的翘儿来到了院里 说是进内室转了一圈 不让人跟着就走了 混乱东西 王妃院里的人也敢随便放开 这是江玉书 江锦心 柳玉如 竟然还有王妍 好啊 那个江玉书 你想害死我呀 快 把这些都拿走 拿去烧了 快 是 王妃 丑莲那边传来消息 那些纸扎人 还在江苏妃的屋子里呢 好啊 我们现在就去抓她个信心 到时候看她还如何脚远 我们走 可妈妈 不然我们就将死胎的事情 告诉王妃吧 万一王妃出了什么事情 对 王妃出了事 那也是因为江苏妃 行验圣之术的原因 夫人说的有道理 如此千代难逢 搬到江苏妃的机会 岂能做过 可是 要是王妃知道 咱们利用她肚子里的孩子 他该有多难过呀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还不赶紧走 是 王妃 你来我院子里坐上 高嫂妃 本王妃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 别挡挡 江玉淑 你还跟我装 江玉淑 你还跟我装 干什么 高宁文 高宁文你放了 高宁文你快住手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 今天把我教训教训你 王妃可爱管心运呢 江玉淑 竟然赶进我的院子 你刚才没法 狗宁文 你简直 你简直放肆 你放肆 你真是硬沟里的辣椒 阴险又毒辣 是可狼戴面具 你臭不要脸 来人 来人 给我把他招在我室 你还敢打我 要不是你祈愿侯府会八戒人 这位王妃说不定是谁做的 我今天就要撒你的皮 王妃主子 又是这一招 王妍又不在 赚给谁看呢 王妃尽红了 王妃尽红了 高宁文 你就等着王爷杵着你吧 不是我 不是我害了王妃 这场闹剧结束得可真快啊 妹妹 你利用王妃肚子里的孩子 可会有愧疚之心 姐姐不也知道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死胎吗 侯夫人迟早会用这个死胎 对付后院里其他的女人 不如我先下手围墙 也是自保而已 妹妹说的是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王妃吧 至于高侧妃 她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 太医 王妃怎样了 王妃失血过多 孩子是保不住了 下官有无能为力呀 众位皇子冲 只有本王妙子死 难道是天一扰王无子 可若是无子 如何能继承大道 随风 把高侧妃给我嫁过来 是 走 王爷 妾身不是故意的 可头 王爷 妾身可是将军府嫡女 可头 高侧妃性情拔护 乖张报 令壮王妃害死世子 即日起 废入侧妃之位 与妾出名 他会与偏院 无令 不得出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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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妾身不是故意的 求您饶了我吧 王爷 拉开 王爷 王爷 贱人 一定是你陷害我的 这个贱人 还不把这个妇女人 给我带走 走 贱人 你不得好 没事吧 其实没事 王爷 王妃如何了 王妃失险过度 暂时还没有苏醒 王爷 王妃醒了 王妃此刻正悲伤过度 若是进去看见我们 胡乱攀咬一番 王爷就算相信我们 也会心中生疑的 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姐姐说的是 既然高宁晚 已经被处置了 那我们也没什么 好瞧的了 妹妹 我看王爷对你 倒是真心的 日后 还要多多 靠妹妹提携了 这皇家 哪有什么情爱 以后我们姐妹 在王府 还要守王相助才是 别太小心 你要好身子 本王还会 你再生一个孩子的 王爷 欣欣欣欣欣欣恋 王爷 你刚消产 别乱动 本王能离间 你的嗓子之痛 本王 也一样 高宁晚那边 本王已经做出惩罚了 绝不过喜 王爷 是如何处置的 别为必奴 求于偏愿 此生不得处 本王知道你不甘心 是此时 本王还需要 高家的助力 王爷 王妃竟不能伤 看来本王有进会 有新的自私 也确保几种大道 多谢主子 为奴婢报了仇 如今这高宁晚 也算是入了奴籍 想来暂无凡身之日了 我这么做 不单是为了你 我与他也有四仇 更何况 你从来我这儿 就一心全心全意 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是应该的吗 是 奴婢以后为主子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行了 别拼嘴了 对了 李秋莲 你处置了吗 已经处置好了 随便选了油透 就将它发卖了 那便好 这种被主的人 我们不能留 我也乏了 去休息吧 是 王爷 秦夕 给本王生个孩子吧 秦夕 给本王生个孩子吧 王妃刚刚小产 王爷 怎么不陪着王妃 倒跑到妾身这儿来 王妃很可能 不能再生意了 本王看着她 心里难受 怎么会这样 姜语说竟然不能生了 看来王爷 弟是因为眼前无子嗣 所以 王爷 这是做什么 生孩子 女叔 母亲 你快好好休息啊 小心别着凉了 女儿为了肚子里这个孩子 可总统到了三年 今天竟然说没就没了 我恨不得将高年晚那个贱人 千刀万刮 这些话 你在屋里自己说说 也就算了 万万不可 总在王爷面前抱怨 小心惹得王爷不快 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啊 生分了 如今我们之间 怕是早就生分 我这才刚刚小着 王爷竟然就跑到 江景欣那个小蹄子的屋里去 女叔 我正要问你的 你是不是 很难再孕了 定是何妈妈这个嘴快的说的 虽说十分艰难 但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你也别怪何妈妈 她也是一心为了你好 娘娘就是怨恨老奴 老奴也要说呀 如今子嗣对于王爷来说 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必须要把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掌握在自己手里 何妈妈说的对 你以后 莫要再为难江景欣了 让他给你生一个笛子 什么 你让我给江景欣一样儿子 这绝不可能 我要自己生 我能生 孩子啊 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你能生 那也不知道几年后了 但你名下要有笛子才成 你这身体 最起码得养个两三年 王府再没有孩子出生 不利于王爷啊 可是母亲 我是因为听说江景欣 行业生之术 这才去的婉月局 说不定 我与高宁婉的冲突 也是江景欣搞得贵呢 不说 他如何敢这样对你 高宁婉如今已经被囚禁 若你改口中 属利有其人 那高宁婉便是无罪 若他恢复身份 他又能生 你有什么 夫人说的是 娘娘 不管江景欣 有没有害过您 他现在对您 可是有用着呢 再说了 只要他生下了小皇孙 去母留子 也是容易的 况且 他怎么说 也是侯府的血脉 将来这孩子 有什么大的召唤 那也是咱侯府的荣光啊 我知道了 去让翘儿 把江景欣叫过来 是 王妃 侯夫人也在 景欣 云娘早说想你了 让我来瞧瞧你 看在王府过得不错 让我去放心了 过来坐吧 我有话要与你说 王妃有什么吩咐吗 这魔女俩 究竟在耍什么化妆 怎么突然变了 这副罪恋 让你做你就做 我又不会害你 我这一胎伤了身子 可能这辈子 都无法再有孕了 我想让你 替我给王爷生一个孩子 这与你与我 都是一份保障 如何 悲情恕难从命 悲情恕难从命 江景欣 你是不想帮我生孩子吗 你可不要忘了 你也是江家人 你娘 还有你弟弟 可都要靠侯府活着呢 景欣 你不用怕 你长姐 也不是要逼迫你的意思 王爷眼看 越来越是皇上宠爱 真是有大造化的人 奈何此次上 却十分艰难 若没有嫡子 日后恐怕难以成事 我们这么做 那都是为了王爷好 难不成 你也不像你的孩子 成为王爷的嫡子吗 将来虽说 记载玉书名下 但我们不会拦着 你们母子见面的 这孩子啊 只会更尊贵 更受宠爱 是啊 是啊 我们侯夫人 还专门准备了 侯府最贵的院子 给云姨娘和景蓉少爷住 还专门 请了明氏教导景蓉少爷 锦欣小姐 您跟我们王妃 才是一家人 才更应该 在这王府守望相助呀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定会助你 登上侧妃之位 切身 多知长姐的 这就对了 何妈妈 姜淑妃的婢子汤 停了吧 是 主子 王妃叫你去说什么呀 竟然还不许 旁的人跟着 王妃果然不能生了 要我替她生孩子 什么 这可不成 王妃对您心有怨恨 保不准会去母留子呢 我又何尝不知 只不过 我母亲跟我弟弟还在府中 我只能先答应她 王爷 王爷不是也想 让你生孩子吗 到时候您就跟王爷说 想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难不成 他还能过来抢 放心 莲蓉 我让你准备的婢子汤呢 在呢 只是以后都不用喝了 主子 主子 如今 王爷和王妃 都许你生孩子了 你为什么还要和她呀 现在怀孕 就是给王妃送孩子 况且 我出了王爷的宠爱 一无所有 还是等局势有利于 我们的时候再说吧 也是 对了主子 咱们院里少了个秋莲 王爷又派来了一个 新的丫鬟 是吗 叫出来瞧瞧 进来吧 奴婢丘陵 是王爷派来伺候淑妃的 好 那你就顶了秋莲的差事 伺候我的喜剧吧 是 这个你不用管 以后 你只管伺候淑妃即可 行了莲蓉 随我去看刘姐姐吧 是 王妃竟然让你替她生孩子 她这人的心思 可真歹毒 姐姐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孩子 落入她的手中 你聪明过人 我自然放心 但是你别忘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别忘了在府里 还有一个能帮衬你的人 比起王妃 我倒希望 你要是我姐姐就好了 银杏 把香囊给我 我听闻你近日总是睡不着 便亲手做了这个安神香 听闻你也是志向高手 闻闻看 可还能用 姐姐做得比我的好 你放心 我一定 日日都待着 对了 高宁婉被放出来的诗 你可听说了 什么 我也是刚刚才听说的 听说她的副兄 又立了一次功 跪在王爷面前求情 王爷逼不得已 只有把他放出来 不过也只是 让他做了个侍妾 怎么会这样 总之 你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再被他刁难了 放心吧 高宁婉的事情 你不要放在心上 他副兄都是将军 自然很难办成的 我知道的主子 您如今在王府中 如履薄冰 就不要再为了 我的事情烦忧了 你放心 你父亲的事情 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锦心妹妹 高宁婉 你要干什么 你这是做什么 锦心妹妹 从前是我猪油蒙了心 竟处处挑衅你 和你作对 莲蓉姑娘 我也是刚刚知道了 你父亲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高宁婷有话好好说 不必如此 我被王爷赶去 偏远的这些日子 我才知道 从前有多把扈 多嚣张 从前的事情 是我对不住你 还有 我也是刚刚知道 因为我的意识怨恨 且让莲蓉姑娘痛失至亲 莲蓉姑娘 是我管教下人不利 那害了你父亲的雕奴 已经被我处置了 一应赔偿 也送到了你的家中 定能让你母亲衣食无忧 高师姐 你说的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锦心妹妹 我这一遭 被江玉叔害惨了 我现在才明白 想要在王府生存 这样姐妹之间守望相助 何必给自己树敌呢 只是不知道 妹妹你是否愿意原谅我 只要姐姐以后 不要再来招惹我 我再也不会找你麻烦 我们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 妹妹你肯定要原谅我呀 江姐心 你没想到 我已经知道 是你在算计我和江玉叔吧 等着吧 你和江玉叔 我一个都不晃 莲蓉 你说 刚宁婉说的是不是实话 奴婢也不知 不过她这两天 确实受了大罪 兴许看开了也说不准呢 不管怎么说 她处置了下人 应当是真的 给你母亲的赔偿 也应该是真的 也算是给了你一个交代 说到底 奴婢到底与她身份悬殊 只要她日后不来招惹主子 奴婢也绝对不会去招惹她的 你只要这样想变好了 我们就暂避锋芒 他人若来犯 我们也绝不手软 江主子可在屋里 进来 给江淑妃道喜了 原来是翘儿姑娘 你说道喜 这喜作何来啊 王妃不是要回侯府 说是特问了王爷 惹许您一起跟着回去呢 真的 总算能见到母亲了 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母亲 你们终于来了 神医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 神医 是啊 这位周大夫可是有名的妇科圣手 多少子嗣接难的子女 都被她治好了 夫人 妙在门 锦西妹妹 你去让神医给你把个脉吧 是 怎么样 她可有身孕 这位夫人体格健康 不要着急 孩子嘛 早晚都会有的 废了 其实王爷 其实王爷日宿在你那里 竟然这般不争气 好了好了 锦西 你先去看看云姨娘吧 多谢夫人 你跟她治什么气 还不快让神医先帮你看看 你若能生 哪里还需要她 母亲说的是 是 是我想差了 还望周神医替我诊脉 好说 神医 我女儿身子如何 可还能有孕 夫人 又年受粮 又刚刚小产 坏了身子 恐怕是难以再孕呢 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若是用凶猛之药 或许能怀上 不过 难以安全生产 恐怕会危及性命 哎呀 不生了 不生了 为了生个孩子 把命大伤 那真不值 女儿 你还上江景青生吧 不要再执着了 母亲说的是 对了母亲 女儿饿了 您快去厨房看看 何时才能开饭吧 女儿早就尝后腹的饭菜了 好 我这就去 你想得对 现在把身子养好啊 才是最关键的 周大夫 请您给我一个生子的方子 周大夫 请您给我一个生子的方子 夫人 您的身体还没有养好 若强行怀孕的话 恐怕是会危及性命啊 您别管 只说可以有生子的方子 有 倒是有 可是 那便好 你只管给我生子的方子 其余的都不用管 这报酬绝对丰厚 是 我这就给夫人写方子 我一定会给王爷生出笛子 那些女人 休想超过 锦西 娘 这些日子 你过得可好 好 我现在吃得好 住得好 比之前不知道强了多少了 那我就放心了 怎么不见戎哥 哎呀 被夫人送去外面的私塾里面 今日有客 没空过来 云姨娘 这是夫人送来的补品 先放着吧 我一会儿就喝 你还是趁着喝吧 是夫人的一片心意呢 可日日喝 总也不见好 身子反倒越发困倦 等一下 你说 这药日日都送来 夫人说 我之前做活伤了身子 因此吩咐厨房 日日送药过来 你过来 把这药喝了 这不是李姨娘的 努必不敢 快喝 他快下去 让命了 努必不敢 说 这药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我说是吧 你若不说 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院子 我给你三个数 一 一 二 二 什么人 什么人 让我把半仙图样 下到补品里 说让姨娘日日都喝 不住三年 必然暴毙 二小姐不管我的事 娘 你看到了吧 她根本没想放过你 怎么会这样 我从未想过与夫人作对 她为何要置我一死地 你还不知道吧 姜语叔 她不能生了 她想让我替她生 将来把我的孩子给抱走 那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你给我听着 从明天开始 你仍旧每天把药送过来 回去只管跟侯夫人复命 就说 姨姨娘每天都要把药喝得一干二净 听清楚了吗 是 我被听小姐 要是下次我回府的时候 发现我娘的身体又变了 我就把你带走 带回王府 慢慢走 我被听 我被听小姐了 滚吧 你已经好 一定要万分小心 放心 娘不会再任由吧 主子 王爷这几天天天流宿在这里 想必是对主子您喜欢极了 沙莲蓉 王爷是盼着我的肚子里 生出小皇孙呢 那今天我们还是照旧 不准备鼻子汤了吧 王妃最近 一直在喝一些奇怪的汤药 想来是不死心 还想着自己生吧 既然这样 我不如早些怀孕 以后有个照应 主子你想通就好 有了孩子 咱们才能好好谋划以后的日子 是啊 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主子 你们主和俩聊什么喜事呢 王爷 林荣刚刚说 王爷日日来吴院子里 可不就是喜事 你啊 小子华生 来 王爷这是做什么 本王听听 肚子里有没有动静 就算现在怀孕 王爷也是听不见的 他才多大呀 静心 本王是真的 想和你有一个孩子 我们有个孩子 好吗 那 王爷可要加把劲了 你的意思 是对本王最近的表现不满 本王今晚 就让你看看本王的厉害 九色脸碰过伤害的眼泽 正隐形的水 主子 蜜子汤准备好了 今日还是趁热喝吗 瞎说什么呢 你去日都在喝蜜子汤 你去日都在喝蜜子汤 王爷 这蜜子汤 我没有让他送过来 那时没有咬喝 你说 怎么回去 是主子吩咐奴婢准备的 主子说他不想生孩子 便吩咐奴婢 只要王爷来一次 便把蜜子汤准备上 奴婢不敢为胖 你不说 我何时这样吩咐过你 江淑妃从王爷来这里起 便日日让小厨房准备蜜子汤 王爷要是不幸 可以派人去查 随风 看一下江淑妃的小厨房 是 王爷 你要相信妾婢 妾婢一开始 的确因为徘徊了怨 成为重始之地 而喝过蜜子汤 可妾婢知道 王爷想跟妾婢恶孩子之后 就没有再喝过了 王爷 属下已经查明 自从江淑妃搬到此处 他身边的丫鬟 便日日久住蜜子汤 不曾断过一日 不可能 不可能 是你 王爷 是他诬陷我 本王如此仇爱你 更是把生子的期盼 放在了你身上 就这么报答我的 就是 没有 本王以为你出生卑微 只能依附本王而活 现在可是本王想多了 既然 你不要本王的恩宠 那便去偏院 自生自灭吧 王爷 王爷 那便去偏院 自生自灭吧 王爷 王爷 江淑妃 王爷说了 让您去偏院 您还是收拾好东西 搬离晚乐局吧 主子 这是怎么了 今日 为何是丘陵来照顾 你人呢 所以丘陵生辰 非要拉着奴婢喝酒 不知怎么 奴婢就喝多了 醒来必是这个时辰了 你到底是谁 是我 只是他这么做的 高宁婉 我早该想到的 你从偏右回来 就一番长大与我交好 原来是为了今天 我这叫一报还一报 你当日陷害我 让王妃流产的时候 可想想到今日 你既然知道是我做的 那你也应该知道 我为何这么做 当初 你势强凌弱 屡次羞辱于我 我如何不能反击 难道 就许你欺负人 我应该不能还手了吗 我是将军府嫡女 你一个奴婢出身的 侯府外侍女 也配其到我的头上 不过这都不重要 除了你 下一个就是姜御初 好生去你的偏院待着 你的好长姐 早晚会和你从距离 莫灵 我们走 柱子 我好像输了 主子 这个院子也太破了吧 要不然 您跟王爷求求情 让咱换个院子吧 你以为王爷现在 还愿意见我吗 别抱怨了 先舒适一下吧 是 江景熙 你好大的勾胆 竹子 你竟然敢私自服用碧子汤 你安得什么心啊 欣然你那么不愿意生 为何当初让你服了绝预药的时候 你那么反抗 是在外面有哪个野人吗 你小生 可不能说是两码事 我对王爷忠贞不二 王妃何必污蔑我 忠贞不二 如今王爷早就厌弃你了 你就算再忠贞不二 也没有人能看见 况且呢 我现在已经再次哄哄了 现在也用不上只肚子了 夏娃儿 你要干什么 放心吧 我又不会杀你 这只是绝预药 既然你那么不愿意生 那我便帮你一把 你何必 你何必赶尽杀绝 你始终都是我的心腹大欢 不将你斩草除根 我始终难以心安啊 清晰妹妹 你以后就乖乖在这片店里养老吧 我们走 竹子 竹子你快吐出来 来不及了 已经咽下去了 竹子 怎么办呀 去找些精致来催涂 精致 快去 是 竹子 怎么样 没事了 都吐出来了 王妃这也太跋扈了 您说 这后院的女人 怎么就不肯放过您呢 这里的女人 一生都在追逐同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 说的也是 不过 竹子 以后怕是您要受苦了 不 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 若是 锦欣妹妹 你怎么样了 这什么味道啊 玲蓉 是 姐姐怎么来了 如今 王爷已经厌弃我了 姐姐这时候来看我 恐怕 会淋累几件 王爷怨弃我不要紧 我主要还是放心不像妹妹你 将带来的被褥给江淑妃铺上 是 姐姐可真是急事已远 我正愁没有被褥无法安睡 你切莫担心 过两月便是王爷的生辰 那时他高兴 我再替你求求情 兴许 就能放出来了 兴许 就能放出来了 姐姐还是不要轻易为我求情 免得着王爷生气 若是有朝一日 我需要姐姐帮忙 一定会开口的 好吧 你也不要想太多了 吃好喝好 好好养好身体 才有精力去对付那些女人 姐姐你瞧 这是你送给我的 安神香囊 我日日都带着 肯定睡得好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且休息着 我就先走了 姐姐慢走 怎么了这是 主子 主子您瞧 那大厨房的欺负人 给我们的 竟然是一些松露的饭菜 这王府里 向来拜高采敌 有的吃就不错了 可是这怎么吃啊 怎么不能吃了 不仅要吃 咱还得吃饱了 不然 怎么在这院子里活下去了 竹子 怎么了 我就说这东西不能吃吧 别容 我的月室 是不是退迟了 好像 是退迟了四五日 不过 您的月室 向来不准 我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难道 您怀孕了 别喊 小心隔腔有耳 难道 您怀孕了 别喊 小心隔腔有耳 这件事情 别告诉任何人 可是为什么呀 如果王爷知道 你有孩子 肯定会让你出去的呀 这件事情 尚且不能确定 我们又不能找大夫 只能按摒不动 日子长了 自然就知道了 况且 在这院子里 反而更安全 不是吗 这个 你拿去打理一下小厨房 别给我们吃酥饭就行了 是 奴婢 这就去办 你想要什么上次 那 一切想要王爷的一支笔息字 好啊 练不好的话 可是会练乏的 王爷 你可真是个贵人的小小姐 一切只想 勾着王爷 王爷 王爷 哦 他被关了多久了 他是谁啊 哦 江树飞啊 被关有两个月了 王爷 您今日生辰宴 可要叫江树飞出来 参加宴会 提江树飞干什么 是属下多嘴了 今日 是本王生辰 请大厨房多备些食物 给各院发过去 全当时克服庆祝了 那个 片院也要送 是 属下这就去办 尤其是片院 这食物一定要特别丰盛 话怎么那么多啊 快去 江锦西 您对我到底是不是珍惜 主子 今天王爷生辰 和府庆祝 大厨房那边还特意 多给我们一碗鸡汤 一会儿 将我修好的东西 给柳翠飞送过去 叫她不要送东西了 东西够用 啊 如今柳翠飞 也是知道你有身孕的 可万万不能马虎的 这才屡次送东西过来 您就不要辜负她的一番好意了 趁热喝吧 好 怎么了 主子 这鸡汤 味道不对劲 这鸡汤是今日大厨房给的 怎么会有问题呢 自从怀孕之后 我的嗅觉异常敏锐 这鸡汤味道我也说不上来 这鸡汤有毒 这鸡汤有毒 主子 他们是要害你 想要您的命啊 主子 你这是做什么 屈欣 甲义中毒 今日王爷生辰 是王府礼 既热闹 但也混乱 你一会儿 就去找王爷 说不定 咱们就能借记出去 我明白了主子 你这是想将其就计 不如就用我的写吧 王爷生性多疑 如果您身上有伤 他肯定会怀疑你的 不行 别犹豫了 谢谢你 主子 这鸡汤有毒啊 王爷生性多疑 我要不是真的中毒 说不定他会怀疑 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 你放心 我只喝了一点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你去喊救命 往正远跑 动机越大越好 是 救命啊 我们家主子中毒了 救命啊 糟了 这鸡汤的药像如此厉害 它是不尿 救命啊 交出被中毒 孩子就要不饱了 救命啊 王爷 这里是正远 不得入内 我家主子交出被中毒了 眼看孩子就要不饱了 莲蓉 怎么回事 王爷 我家主子今天就喝了一碗 小厨房送来的鸡汤 之后便付桶南南 偶炫不止 眼看孩子就要不饱了 鸡汐怀孕了 是 已经有三个月了 莲蓉 带路 王爷 夜行马上就要开始了 跟客户等着呢 不如让臣妾去 让他们等着 随风 叫余余去片院 快 是 这个贱人 这都没毒死他 王妃放心 那毒药厉害得很 他多半是活不成的 更别想生下王爷的孩子 希望如此吧 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一定得是我生的 杰西 竹子 杰西 竹子 杰西 你醒醒 杰西 芸芸 快过来看看 糟了 树菲这胎 有危险呢 你的意思是 这胎不保 树菲现在中毒不深 还不算棘手 那四肢胎也受到影响 胎相不稳 急需稳胎呀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王爷莫及 下官这就为树菲 施真诊治 快 姐姐 你醒了 王爷 感觉怎么样 真的是你们王爷 这身不是正做梦吧 树菲现在胎相已经稳定 毒也解了 接下来 只要好生休养即可 送太医回去 奴婢去问问太医 主子的饮食 可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去吧 你可知道 王爷 王爷 亲生怕你的孩子没了 亲生怕再也见不到王爷 亲生的你好苦 亲生比任何事都想给王爷生孩子 可见不知 为何会遭遇 你挺之灾 你记忆回来 你记忆回来孩子 就说明你没有服用鼻子汤 是白王错怪你了 白王会补偿的 其实不要补偿 亲身 亲身 只想待在王爷身边 还求王爷 不要再抛弃切身了 都是白王的错 白王 我定不会再负你 你说什么 江锦馨怀孕了 千真万确 听说是因为中毒了 才被御医诊断出来怀有身孕 王爷 亲自将他抱回了梅香菊 糟了 想必王爷应该知道 江锦馨喝鼻子汤也是被冤枉的 保不齐就会查到我的头上 主子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只要没有证据 纵然江锦馨说是我陷害了他 想必王爷 看在将军府的面子上 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主子说的是 但是我们该如何 相悔证据呢 丘陵 你凑近过来 我说给你听 只要你死 他便死了对症 中毒 想必是 想必是江锦馨先知道了江锦馨怀孕一事 便先下死毒手 江锦馨 想必你现在应该再着急处理证据吧 我又怎能让你如愿 你说江锦馨没死 附中的太儿也没事 他还被王爷带回梅香区 想了王爷是不会再次怪他的 乔儿 你赶快去厨房看看 那些痕迹是否清理干净了 千万不能让王爷插到我们头上 是 这是负担命的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 还是保住这个孩子要紧 浙妃 高氏妃和王妃 已经开始行动了 哦 看来 他们已经开始慌不择路了 王妃一定想不到 江树妃怀孕的消息 是您套路给她的 哼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可什么都没做 不过是有心之人 听到了我们的无心之言罢了 浙妃说的是 去备些礼物 我们也该去看看 我的景星妹妹了 是 王爷 属下去婉月居时 丘陵已经为罪自杀 属下无能 丘陵一死 事前便没法继续查了 这事明显是高氏做的 既然他舍弃了丘陵 那本王也不好再追究了 近日 高将军又为本王做了很多事 多给己心一些补偿吧 下毒的事 查得怎么样了 倒是抓到了一个 在厨房的婆子 险些让他给逃走了 幸而 他不知被什么人绊住了脚 能够逃走 但是 他比死都不肯说出事情 本王倒是要去挥回 这个疯婆子 看他的嘴 到底有多久 江鼠飞 你 你要干什么 你放心 我不是来盯着你的 我知道都是你下的 你知道 我不仅知道是你做的 我还知道 这院子里大半的女人 都遭到过你的毒手 不然为何这么多年 王爷一直无辞 江鼠叔是想让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从他肚子里出来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不要你揭发王妃 将他残害王爷子嗣的事情 全部告诉王爷 我要你揭发王妃 将他残害王爷子嗣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王爷 不行 我不能出卖王妃 王妃对我有救命之恩 救命恩人 你知不知道你当年被人诬陷 偷偷厨房材料这件事情 就是王妃做的 他这样做 只不过就是想收买你而已 这 这不可能 你有个女儿是吧 我听说 江鼠叔想把你的女儿 徐佩克大总管的傻儿子 你笼络人心 你还在替他遮影 真是被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呢 王妃怎么会这么对我 她竟只想着利用我 她不仅利用你 她还吩咐翘儿 在帮你逃跑的路上 趁机除掉你 要不是被高宁婉的人 绊住了手脚 被王爷的人抓了来 也早就没 竟然是这样 怪不得翘儿 不然看起来那么奇怪 主子 王爷来了 好好考虑考虑 你要是愿意帮我 你的女儿 我自会替你安排 王爷 这就是那个厨房婆子 一点伤痕都没有 孙凤 你这是越来越没有手段 她不说 你知道换个法子问吗 是 我 我说 我说 放开她 是王妃 是王妃 你说什么 王妃自己怀有身孕 后得知江淑妃也怀了孕 为了保证自己生的是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她就让奴婢下毒残害江淑妃 一派无言 玉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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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淑妃善良 怎么会做出这种恶事 定身这婆子 在恶意喷咬 随风 杀了她 是 玉淑妃 卢淑妃说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错了 大人 我说 放下放下 不只是江淑妃 柳测妃 还有之前怀孕的其他后院种子的孩子 都是王妃害的 给我一无一事的 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 一个细节也不要说了 那年王妃入 原来是这个屠夫 难怪本王一直没有自私 原来是这个屠夫 惨中作梗 王爷息怒 王妃她还怀有深怨 处理了她 是 不 大人 你饶了我吗 主子 王爷 为什么要杀了她呀 王妃始终是王妃 王爷不会让任何人 玷污了瑞王府的名声 不过 王爷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王妃的 你放心 我会替你女儿找个好人家嫁 来人 把契卵院也被我疯了 王爷 您这是做什么 杨玉叔 乃王真是小瞧了你 枪害皇子 残害妻生姐妹 你如此奢卸心肠 还有什么事是你不敢做的 王爷何出此言 妻生也想与众姐妹和平相处 怎会做如的恶事 那厨房的婆子都招了 你还想消遍 要不是看在你孩子的份上 本王一定会骑坐陛下 修妻 修妻 妾生是侯府嫡女 是陛下清风的瑞王妃 我也凭什么生了我 凭你让本王无死 我救你 修了你 别说是你 齐远侯府也逃不了干系 你最好好好的 给我把孩子生出来 不然 你自身难保 对 你既然要好好养胎 后院的事情就别管了 本王会交给柳册妃全权代理 江淑妃 从旁协助 不 凭什么要将姐姐分我的权 我知道了 王爷 你喜欢她 你是不是想让她代替我 我不同意 我死都不会同意的 王妃精神失常 囚于契鸾院 有事不得处 王妃 王妃你冷静冷静 别伤了肚子里的小红孙 何妈妈 我苦心静悦了这么久 到头来 还是输给了那个外侍女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必须叫紧心挑拨 否则王爷怎会羞罗王 住嘴 如今我们只有帮着王妃 安心带下小红孙才是 需要说这种话 还不快扶王妃去休息 是啊 不行 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告诉侯夫人 景欣妹妹 这些是我给你带的 姐姐 自从我去了偏院 你就日日差人送来东西 结果我都出来了 还要送 那怎么能一样呢 你现在出来了 我肯定要送些礼物 祝贺你啊 再说了 这里面好些东西 可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肚子里的宝宝的 姐姐的好意我心领了 妹妹就确实不公了 对了 听说王爷封了西鸾院 王妃也因此动了胎气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故 会不会和你中毒有关 王爷不让我管此事 但是我听说 冤枉我的婢女 跟下毒的婆子 都被处置了 见王爷也说 此事到此为止 我也不好再追究了 要我说呀 此事一定是王妃所为 你可千万要小心 不要再被她算计了 说起来 那片院里 有王妃的眼线 不然我怀孕的事情 她怎么知道的 她毕竟在王府这么多年 有些自己的眼线 也是正常的 对了 不说这些了 御医说 要你好身休息 我就不打扰你了 莲蓉 把柳册妃送的东西 都送进库房 别乱动 主子这是 不信任柳册妃 我怀孕的事情 只有她知道 不得不防 是 对了 今天你去外面 帮我买一个材质一般的 木偶玩具 主子 你要这个做什么呀 自然是有大用 本王只是向王妃禁足 你可有不满 妾身不满 很不满 妾身写写失去了 和王爷的孩子 妾身 真是恨透了王妃 可妾身知道 王爷这么做 都是为了大举考虑 王妃 乃是陛下自魂 身后又有祈愿侯府 现在还怀有身孕 一旦得子 那王爷 救了自己的嫡子 日后涂抹大业 也是有帮助的 你如此聪慰 本王着实没有想到 妾身才不聪慰 妾身只知道 要与王爷长交厮守 帮助王爷做想做的事情 要是能得到一点 王爷的真心就好 你如此待本王 本王真不知 该如何是好 那 王爷就多喜欢陈妾一点 好不好 整个王府本王来你这儿的词数最多 还不够喜欢你 对了 过几日 你去祈愿侯府一趟 王妃的事情 祈愿侯早晚会知道 你去告诉她 王妃知错 不影响入王府 和祈愿侯府的关系 妾身明白 对了 王爷 你把眼睛闭上 你不见了你 又想干什么 你看 这 你是第一个 你是第一个 你 你跟本王做的一切 本王妒忌在心里 我 绝对不够 那一面欲击 心事 煩烂 不停 主子 要奴婢说 您真不该来这侯府的 何必为了王妃那种人 来向王爷求何呢 你不懂 王爷让我做这件事 一是信任我 而也是给了 我在父亲面前 提升地位的机会 若将御书倒了 这侯府 必定扶持我 主子说的事 是奴婢纯笨了 那我们 去找侯爷吧 等等 我有话要问你 夫人莫怪 我今日 是奉了王爷之名 有要事与侯爷相商 晚些时候 再跟夫人请安 什么事 难不成 王爷要修了御书 夫人多虑了 王爷说了 王妃永远是王妃 御书被禁足的事 你可以发仨救 夫人既然已经知道 王妃被禁足 那就应该也知道 她被禁足的原因 祸害王爷子嗣 先后害死了王爷 三四个孩子 就连我 也差点惨遭毒手 王爷没有休妻 已经是顾虑这场婚事 是必下次的婚 我也有什么法子 这很简单 你不是也怀孕了吗 你寻个借口 找个法师进门 就说孩子太凌弱 难以出事 本该投胎到 郑妃肚子里 却阴差阳错的 进了你的肚子 你需要跟郑妃 同住一屋檐下 生产之后 还要将孩子 记在郑妃的名下 这孩子方能保命 只要你答应 顺下的事 我来安排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可别忘了 你娘和你弟弟 还在我手上 你若是不答应 那我就找个机会 处死他们 那我就找个机会 处死他们 夫人慎眼 现在王府后院 都用我来搭理 王妃又被禁足 你说 我要是这个时候 做起什么手脚 是不是很容易呢 你敢 王妃立刻处死他们 我立刻杀他们 好啊 那就看夫人 是不是已急着 收到王妃的尸首 林荣 我们走 父亲还等着我呢 贱人 董事与请贱人 绝不会让你 伤害我的金心 为夫人 宝贝女人回来 为夫听说了啊 你怀了王爷的自私啊 给我们亲眼后腹 增光了呀 父亲心情倒是不错 难道没有听说 王妃已经被王爷 终身囚禁了吗 哎呀 他常害 王爷子私 活该 我记得长姐出嫁的那一年 父亲亲口说 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必须出自于 祁远侯府 不是吗 那能怎么样啊 他做事不干净啊 给我们亲眼后腹 丢脸了 你这次回来 王爷可有话交代 还真是冷血 我亲都有些可怜将运输了 王爷说 王妃的事情 不影响秦远侯府 和睿王府的关系 还希望侯爷 继续为王爷效力 好 太好了 啊 只要我们侯府跟王府 一直交好 那好可云儿 哎 可以显自不尽的龙王富贵啊 所以我这次回来 是想跟父亲 多一笔交易 是想跟父亲 做一笔交易 你要跟为父做什么交易啊 父亲不是 一直希望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出自于祁远侯府吗 这个孩子是长姐的 还是我的 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叔儿已经怀有身孕 他的孩子出世 才是名正言算的嫡子 父亲有所不知 长姐身子弱 原本是无法怀孕的 这一胎 更是求了特别凶险的药 才怀上 且不说能不能生下来 就算生下孩子 那也容易命丧黄泉 难道 侯府是想要一个 出生就背着客母 民生的孩子吗 只有此事 更何况王爷已经厌烦王妃 又怎么可能重视 王妃生下的一个 孱弱的孩子呢 那你究竟要为父做什么 不要王妃这一胎 生下 放弃这个孩子 王妃尚能捡回一条命 可若是执意生下这个孩子 那就是一尸两命 何苦 臭骂不够 王爷曾经承诺过 若是我生下孩子 无论男女 都会封为侧妃 但有此事 当然 父亲要是不信 要不亲自去问问王爷 女父自然不会去问王爷 但是 这件事 我会告诉夫人 我想她也不希望 自己的女儿 命上还圈 曾经在王府里面的人手 我都会专给你 一颗药 好好地保护好这一胎 为我后府争光 父亲想通就好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父亲帮忙 我要父亲帮我做一件事 是让我立刻当场侧妃 主子 侯爷可答应您了 很快 我这个孩子 将成为天之骄词 江玉树 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云密呢 那便好 主子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当然是去看看我们的高师妾呀 她费尽心思把我送进天院 咱们也要投桃报李才是 主子说的对 我们可要好好地照顾一下高师妾 主子 主子 这正院近日怎么如此清静 王爷不在吗 快 快 都注意点 快 江淑妃 正好 麻烦您照顾我向王爷 我这就去请御医 王爷怎么了 王爷遇刺了 不行 不行 主子 御医 王爷上市如何了 王爷的情况 大不容乐观 可王爷并没有伤到要害 正是 索性没有伤到要害 王爷才能支撑到现在 但是王爷失血过多 若是醒不过来 那就糟了 你胡说些什么 王府这么多灵丹妙药 怎么可能救不了王爷 王爷 您终于醒了 吓死清神了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王爷 您可吓死我了 要不是哥哥救了您 您怕是现在已经出事了 高将军 确实对本王恩忠如深 隋风 你去请知 回复高市 测费身份 是 多谢王爷 御医 赶紧再看看 王爷的伤势怎么样 是 王爷的伤势 恢复得不错 也没有发烧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需要多些修养 去给本王 开两副药 是 下官这就去开药房 王爷 让妾身今晚留下来陪您吧 高浅飞 高浅飞今天也受到了惊吓 孙芳 从高浅飞 回去休息 王爷 回去 高浅飞 手下送您回去吧 孙芹芹 你过来 王爷 你快躺下 你知道吗 王爷 王爷 第一件事 就是想到了你 害怕再见不到你 害怕 再见不到我们的孩子出事 孙芹 我特别怕 王爷别说了 孙芹知道 孙芹已经得到王爷的真心了 我奉告示威侧妃 你可生气 孙芹知道 王爷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大娶 孙芹只需要 照顾好王爷 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 王爷 自会护孙芹周全 本王是没有孙芹 真是姓氏啊 好了 赶紧休息吧 孙芹会陪着王爷 言容 主子 你有什么吩咐 找到侯爷留给我们的人 让他们找一些杀手来 今天晚上 刺杀王爷 主子 咱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高将军救王爷有功 高宁吻 被重新封为侧妃 什么 高宁吻的运气 未免也太好了些吧 是啊 这样好的运气 这样好的运气 咱们也可以有 主子 您的意思是 既然王爷已经付出了真心 那我就把他的真心 牢牢地握在手里 孙芹芹 王爷我在呢 白白方在做了梦 梦见你出事了 王爷都说了这是梦 前世没事的 前世会永远陪着王爷 王爷 王爷 你没事吧 怎么遇刺了 本王没事 父皇的身体越来越差 皇兄们 多少都会动念手脚的 眼看又到 约浩的自杀时间了 他怎么来了 姐姐放心 太医说了 王爷只要好生休养 就没事了 妹妹会在这里 好好陪着王爷的 妹妹你怀着生孕 如何在这儿熬着 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王爷就行 可是我 柳泽飞说得对 你还有孕在身 不适合太操劳 好妹妹 你就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就行了 看来只能取消这次计划 另寻机会了 瑞王 生死吧 瑞王 受死吧 王爷小心 你要干什么 我要他狗命 王爷 别过来 不然我杀了他 不要伤害他 什么事情本王都答应你 我受人之托 取你性命 除了你的命 我什么都不要 你休想 那就让他 做我的地酒石吧 姐妹 我答应你 王爷不可 这个杀术怎么会伤害我 对 这不是父亲那边找的假杀术 王爷 你不能答应他 你不能有事 瑞王刺自己一刀 你放开他 好啊王爷 那你请吧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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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不够啊 姐姐 别怕 都过上了 你怎么这么傻 都是本王的错 都是本王的错 江景星 我不能再留你了 真是吓死奴婢了 怎么还竟来了真的杀手 父亲的人怎么没有来 还不是因为侯爷 听说了您的计划之后害怕了 之后又后悔了 还好 您没有什么大事 王爷 是真的将真心交付于我了 主子 在想什么呢 没事 对了 今天的事情 让我确定了一件事 什么事 刘侧妃 喜欢王爷 可是这后院的女人 哪个不喜欢王爷 不 她对王爷 是爱 王爷遇到刺客的时候 她能舍身相救 我自认 是做不到的 可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忍受 自己喜爱的男人 去宠爱另外一个女人 莲蓉 你说她与我交好 是为了什么 奴婢不知 不过柳侧妃对您挺好的 并无恶意啊 人心难测 还是小心些吧 是 主子 你怎么了 我肚子好疼 鱼医 快叫鱼医 是 主子 鱼医 看看这身汤 是不是这身汤有毒 不 不是这身汤 那是什么 奴婢与主子 同吃同住的 除了今日这身汤 并无故妥呀 鱼医 你看看这个 是否有问题 正是这香囊有毒 正是这香囊有毒 这香囊是 你继续说 这 这香囊怎么了 这里边本是一些 安神的香味 闻起来倒也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味香料 确实特殊 旁人闻了无事 若是孕妇 常年累月佩戴身上 必会影响胎像状态 就如中毒一般呢 一般人真看不出来 那麻烦御医 帮我开几副 驱毒安胎的方子 林荣 是 请 主子 您笑什么 看来是我多小了 这王府里 哪有什么真情 这柳册妃还真是恶毒 您带她 就如同亲姐妹一般 没想到 她这样对您 带上香囊 我们去会一会 我的好姐姐 姐姐真是好手段啊 真是好好地 给我上了一课 妹妹这是什么意思 姐姐听不懂 好啊 那我便开门见山了 你爱王爷 但我不爱 所以没有必要这么急着对付 你不爱王爷 什么意思 你针对我 无非就是忍受不了 王爷对我的宠爱 更不像我生下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因为这些 都是姐姐 你想要 又得不到的 在我入府之前 王爷曾去我家中做客 那个时候我便爱上了他 进府之后 我还怀上了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如果不是江玉书 现在我与王爷定是情义浓厚 哪会有你什么事 就算你生下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你也不可能跟他情义浓厚 王爷要的 始终是你首富家的财力 姐姐这么聪明 不会不知道吧 姐姐这么聪明 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 王爷本来就是一个性情博良之人 我也从未奢求得到过他的真心 我只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对你情根深重 你究竟有什么特别 姐姐 我只是想好好生下这个孩子 以后不被人踩在脚底下 我们的另一步冲突 王妃已经废了 只要除掉高测费 姐姐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任王妃 得不到他的真心 当他的妻子不好吗 得不到他的真心 当他的妻子也好 好 我可以帮你解剖高测费 但你必须帮我 得到王爷的真心 这就对了 我的好姐姐 我们以后 还要继续守望相助才是 莲蓉 这几日 你找人盯着柳册妃 也有动静 马上过来警告我 是 说起来 说到好几日了 侯夫人怎么还不进王府来 劝说王妃 难不成 是不想舍弃这个孩子 侯夫人对王妃向来是比较心疼的 想来也不应该为了一个孩子 让刺贤的女儿白白送命才是啊 除非不好了 王妃小产了 什么 你可知道原因 听说是死亡侯府的夫人突然暴毙 王妃受到了刺激 这才导致小产的 侯夫人暴毙了 侯夫人暴毙了 是的 这话是侯王府的人说的 千真万确 哦 对了 王妃 就有封您的信 锦心 娘已为你扫钱扎案 愿你 一切顺遂 原来是娘做的 主子 要不要 我们去看看王妃 走 你实话跟本王说 王妃情况怎么样 王妃的身体 本不宜生产的 这一台强行怀上 又骤然受惊流产 如今 已是游进灯窟啊 本王知道了 你尽力救治便是 是 王爷 王妃怎么样了 王妃怕失 失日不多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江淑妃 王妃叫您进去 你先进去看看吧 本王还有公务要处理 就不进去了 你们两个丫鬟出去 我有事要与江淑妃 单独聊聊 我要死了 你可满意 满意啊 姐姐坏事做的太多 老应该想到有这一天 我今日叫你来 不是为了与你斗嘴的 我是有事要托付于你 王爷宠爱你 在日后王爷荣灯大宝 你的地位必定会水上船高 我想让你照顾我弟弟 照顾七元侯府 姐姐说笑了 以我跟姐姐的关系 我不对令地下手 就已经不错了 你可以提条件 好啊 我要当王妃 什么 你要当王妃 你一个庶女 就算我与王爷说了 她又如何会听我的 这个 我自有法子 让王爷松口 姐姐只说 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当我一荣灯大宝 你的地位又几回比一个王妃差 为何一定要是王妃呢 因为 那是姐姐你的位置 我就是要一步一步 把你真实的东西全部夺走 王爷的第一个孩子 你的王妃之位 甚至是你嫡女的身份 我全都想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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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母亲的死与你有关 她的死跟我没关系 不过 姐姐若是不答应 那姐姐的弟弟 日后如何 我就不敢保证了 我当时就应该直接杀了你 没想到你竟然 长成了一匹豺狼 那不都是姐姐逼的吗 若不是当初 对我母子三人 一再凌辱 我又何苦走到今天这一步 姐姐 失去一切的滋味如何呀 刚才的提议 姐姐好好考虑考虑 不过 姐姐的时间可不多了 传消息给我父亲 告诉他 我让他做的事情 可以开始了 是 姐心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怎么了这是 可是有启示 今天见那边说 皇室有孕女子 附中的胎儿 出现了可以 新古孕的紫微星 整个皇室 如今只有你 怀有身孕 父王大喜 就封你为侧妃 父王大喜 就封你为侧妃 真的 那王爷呢 皇上 可说要赏赐 王爷 父王四几下跟我说 若这一胎 得下皇孙 就把太子之位 传位于我 太好了 可是 万一切身 生了女儿怎么办 那就再生一个 再说了 本王也不至于 靠一个孩子上位 若是皇孙 便是锦上添荒 如果不是 本王亦有办法 跟那些皇寻抗衡 王爷对妾身 实在太好了 王爷有没有想过 妾身 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 本王不在意这些 况且 本王觉得 你有报答的方法 羽翼说 你的胎下很稳 可以行方式了 如何了 亲殿剑称 江淑妃这一胎 是紫微星转世 还上大写 封江淑妃为 为侧妃 侧妃 我倒是小瞧了 这个江景星 她想利用我 对付高宁婉 但我却觉得 她才是我 最先该除掉的人 主子 您不是让我盯着 柳侧妃吗 我看她最近 身边的银杏 倒是鬼鬼祟祟的 和后院的张管氏 来往甚密 她终于有所行动了 不过张管氏 是管理后院花木的 高宁婉一向不喜欢 这种东西 她联系张管氏 是想怎么对付高宁婉 没准张管氏 没准张管氏认识什么高宁婉的心腹呢 咱们只需借着柳侧妃的手 除掉高宁婉即可 管她用什么法子呢 说的 说得也是 这花可是今天花房特意送过来的 开得可真好啊 是啊 花房有心了 等等 你说这花 是花房今日送过来的 是啊 学教御医 是 别声张 明白 主子 怎么样大人 这花可有异样 回侧妃 这花并无异样 看来是我多想了 无论如何 奴婢还是把这花 放得远一些吧 诶 这花的土 怎么这么红啊 我来看看 这土里掺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侧妃要是长期修建 用这样花土 修出来的花 生出的胎儿啊 十有八九是畸形啊 什么 畸形 主子 奴婢 这就把花扔得远远的 多谢大人 还要麻烦大人 帮我多开 几副安泰的药 今日事情 别让王爷知道 下官明白 主子 这柳瑟妃还真是恶毒啊 他三番两次的陷害您 您都没有揭发他 他倒好 还想着害您呢 他这是聪明 听到我被封卫侧妃的消息 便知道 我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只要把我铲除 高宁丸 就好对此多了 那主子 咱们 要不要告诉王爷 王爷需要他们柳家的财力 无凭无据 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既然他还想对付我 那我也绝不会手软 他可高宁丸 一个都不能留 走 我们再去看看刘姐姐 妹妹被陛下封为侧妃 我还没去看妹妹 妹妹倒先来我这儿 姐姐不必在意 猪王府 迟早都是姐姐的 我今日来 是给姐姐准备了一份大礼 哦 什么大礼 别容 杜东 这就是妹妹说的大礼 这可不是普通的杜斗 这是高侧妃 赠予自己府内侍卫的 贴身杜斗 这竟是高侧妃的 那妹妹的意思 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那日路过柴房 见高侧妃 正与那侍卫 进苟且之事 我这么一打听 才知道 原来高侧妃 在当作扁曲偏方的时候 两人便勾搭上来 想来 是高侧妃不甘寂寞吧 这可真是一份大礼 说来也巧了 我又正好 救了那侍卫的母亲一命 那侍卫说 粉身碎骨 也要报答我呢 姐姐 我如今将那侍卫赠予你 你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吧 妹妹可真是好算计 自己不出手 就想扳倒将军的你 姐姐想让我助你当正妃 总要做些什么吧 好 那妹妹 就等我个好消息 那我就 静候姐姐加音了 主子 我们要按照江测飞说的 对付高测飞吗 江景欣自己不想出手 我可不会放过 除掉高宁婉的好机会 我只需要等江景欣 生下畸形胎儿即可 眼下 对付高宁婉才最要紧 主子说的是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让那个侍卫把高宁婉约出来 我们好好抹换一番 高测飞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脱衣服呀 高测飞 别太着急呀 又不是第一次了 坚持什么 一直怀不上孩子 如何能不急 只要是能让我怀孕 以后好事少不了你 测飞 我们要是被发现了 怎么办呢 胡说 怎么可能不发现 高宁婉 你在干什么 王爷 你怎么在这 你听我解释 妹妹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真是糊涂 有欲如 你怎么也在这 王爷 是有欲如陷害的我 你听我解释 如今在床 你还要狡辩 我一路跟过来 急不可耐的样子 可一点都没有不行 王爷 切身也是迫不得已 你饶了我吧 王爷 怎么 本王逼你偷奸 切身一直怀不上孩子 实在太想要跟孩子 留住王爷年了 就要再出此下策呀 说王爷不能杀 不 切身不是这个意思 王爷息怒 来人 把这个男的 给我拉出去宰了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 你 这高师 这不巧遇偏定 有事不得出 不 我可是将军府敌女 王爷你不能这样 对 已经很仁智一惊 我相信 将军府 不会养你这种 不知廉耻的女人 在这王府里 不知廉耻的女人 可不止我一个 我知道多少女人 都在外面 找别人生过孩子 王爷你就是不行 还有那江锦心 他肯定也是找别人 生了孩子 肯定是 放肆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把他拖下去 哈哈哈哈 王爷你就是不能生 就是不能生 哈哈哈哈 主子 这高宁王爷真是的 自己被捉奸了 还陷害主子您 不过 王爷不会真的相信 您这一胎不是他的吧 王爷会相信我的 更何况 我这一胎 可是紫薇星转世的身份护体 我那父亲 还是有些本事的 青天剑都有门路可以运走 看来齐远侯府 真的是个好乘凉的大叔 主子您说的是 现在王爷整颗心都在您这儿 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过 现在高策飞倒台了 咱们 要怎么对付柳策飞呢 莲蓉 嗯 你知道王爷不能生的谣言 是谁传出来的吗 谁啊 有月术 怎么样 本王的生育 到底有没有问题 本王 真的有生育问题 不不不 王爷您误会了 下官室发现 王爷近日火气过旺 已影响了肝肾 长死下去 恐不是长寿之相 还望王爷多多休养身体 知道了 你快说 本王的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王爷放心 您一切正常 生个十个八个孩子 都不是问题 那就好 对了 本王今日找你问整一事 万不可跟别人提起 大官明白 嗯 退学吧 当年晚 听下面的人说 你想见我 有话对我说 是啊 我有一个这王府里 最大的秘密 要跟刘姐姐说 什么秘密 那年 王爷到将军府 和哥哥切磋五亿 我躲在那个门缝里面 看了好久 王爷的剑 我的可真好看 当时我就觉得 他是世间最好看的人 当时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嫁给他 可偏偏将玉书 先进府成了王妃 我不甘心 我只能要求 父兄 让我进王府成了侧妃 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废话的 再后来 我嫁进王府 王爷待我极好 好到我以为 他只还有一个人 可后来 王府进了一个又一个女人 我才发现 他对这些女人都很好 可这些女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娘家 对王爷的大业有助 王爷的心中 有凌云之至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再后来 我开始跟各种女人斗 我以为只要斗赢了他们 就能得到王爷的毒宠 可是后来我发现 王爷根本不爱这些人 他爱的 只是这些女人肚子里的孩子 于是我开始寻求 各种生子秘诀 我只怀了一次 又意外流了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怀孕过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传闻 王爷身体出了意外 不能再生了 后院大多数人 开始戒主伤胃 我犹豫了很久 也决定戒主 只要我生个孩子 就能得到王爷的毒宠 可是刘姐姐 这传闻是假的 王爷其实好得很 你说这传闻 是从何而来 我怎么会知道 我从未听过这个传言 是你 是你用这传言毁了我 是你 是你用这传言毁了我 我要杀了你 死到临头 我也不妨告诉 这个传言 就是我传的 因为我不想看你们 与王爷亲热 每当想到王爷要与你们这些女人 耳病思磨 我就嫉妒的发狂 只要你们知道王爷不能生育 你们一定会去借主生子 到时候 王爷发现你们与人私通 就会把你们一个一个都除掉 最后王爷就只能剩我一个人 而你们都不配爱王爷 都不配 王爷 王爷 高测飞已经没气了 高测飞已经没气了 刘姐姐 杀了高姐姐 刘师 本王没想到你是这么舍些心肠的人 王爷 你说我舍些心肠 我对你可是一片痴心啊 你再怎么痴心 也不是你诬陷王爷 杀害他人的理由 蒋锦馨 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 你先是利用我搬倒高测飞 现在又利用谣言来搬倒我 我真是小瞧你了 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不用这么说 金心 是本王查出来的 你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吗 本王本来觉得 你虽然是商户者 但也算知书达理 甚至把后宫交给你 你就这么报答本王的 江锦馨 我都有点佩服 你是怎么把这样一个多疑无情的男人 算计成一个傻子的 不用质疑无语王爷的感情 可口实声说不爱王爷 可到头来 不就是为了王妃之位吗 什么 刘姐姐 曾经找过妾身 说可以帮助妾身 但下小皇孙 可见提是 要先把她当上王妃之位 先是心里 念着长解 对刘姐姐多番劝解 这件事情 一下后院和谐 就没有告诉你 是妾身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江锦馨 你竟敢质疑我对王爷的真心 我杀了你 即日起 柳氏贬为奴 求于偏愿 永世不得住 柳氏 贬为奴 求于偏愿 永世不得冲 王爷 我是首富千金 我对你还有用啊 只要你不让我离开 哪怕是做你的侍妾 通房也行 只要你让我继续留在你身边 王爷 王爷 隋风 把这院封了 任何人不得进 另外 好生暗葬 告示 高氏和柳氏 入门时 都是明媚如花般的女子 怎么如今 变成了这样 是他们的贪念 害了自己 王爷不必多想 本王承认 本王对于他们 算句多余情爱 但王府 有想不尽的荣华 本王以为他们会满足 难道 是本王错了吗 王爷是天底下 最好的男人 心中有大志 孙客被儿语情长牵绊 是他们被情感牵绊 其中 迷失了而已 那你呢 你会被情感牵绊吗 切身相信 王爷 无论走到哪里 心里都是有切身的 本王 定不服你 我要见 王爷 主子 不好了 王妃变危了 王妃 你怎么样了 王妃 王妃 你还有什么事情想做吗 丁叔 康宁儿死了 犹豫如风了 是 事发突然 谁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还刚巧被王爷 撞见了 王妃 和这树脉 是有些本事 在身上的 先是紫外星转世 被封为了侧妃 才接到杀人 一时二远 出去了 高宁婉和柳玉如 如今这王府的后院 已经是她的天下 王妃 你赶紧好起来吧 咱们千万别 被江景星 给比下去了 一切都太值了 以后的七远后府 都要靠她将景星 和柳玉 去把王爷叫进来吧 是 怎会突然如此严重 杰人早已是 有金灯枯了 难好到今日 已是不易了 王爷 自杰人嫁入王府 会能替王爷 开支三业 打理好后院 反而做了许多措施 是前身的错 如今临死之际 玉叔只有一件事 求王爷答应 你说 父亲前些日子 胎了景星妹妹的生母 与姨娘为正事 如今景星妹妹 也算是侯府敌女了 待我死后 还望王爷 娶她为正妃 也不算辱了 我侯府门妹 你是想将王妃之位 留在秦阳侯府 怨恨 妾身一生为了侯府 还望王爷能帮妾身 延续侯府荣光 求王爷成全 一起堂皇 王爷 那既既然 娶死之后 放她为正妃 谢谢王爷 娘 您别生你儿气 终究是输给了那个婉事 您别生气 只为你情深 你点过我的呼吸 那一年欲净 主子 您不恨王妃吗 为什么要要给她收拾 这世间的爱和恨 谁也说不清楚 谁能想到 王爷会舍命救我 将玉书 会在临死前 让王爷封我为王妃 要我说呀 这后院的女人啊 都是为了争一个男人闹的 要是所有的男人 都只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咯 所有的男人 都只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主子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那以后 给你找一个一心一意的男人嫁了 可好 主子 付好了侧杯 有侧杯她疯了 你说她有身孕了 是的 大概一月有孕 算了 好歹也是王爷的孩子 留下就留下吧 主子 这一胎 我们真的要留吗 就当是给肚子里的孩子积德 这王府里 真心爱王爷的 可能就只有她一个 那就麻烦太医 给她开启服安胎药 那是自然 我这一胎 应该也快到生产的日子了 要是到时候不好生 就糟了 侧妃报心 您这一胎是师父啊 主子 主子你怎么了 我好像要奢了 快回院去 我去找稳婆 坚持住主子 草莓 用力 孩子很快又出来了 主子 你省着点力气 不然一会儿 该没力气生孩子了 王爷呢 王爷在哪 王爷擦 快说呀 今日暗王造反 宫门突变 王爷正在宫门处 与暗王的人马对峙呢 不过暗王猜的人马这么多 恐怕这一次王爷 真的凶多吉少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主子 您别着急 现在 您把孩子生下来最重要 其他的您什么都不要想 你说的对 王爷要是赢了 我的孩子必是太子 那才算苦惊该来了 弗也 弗也 快了快了 marked uniform 有了 故意 佑丽 佑丽 我孩子快出来了 我已经看到头了 再用力测飞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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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测飞 恭喜测飞 你剩下一个小皇孙 王爷还没回来吗 还没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后悲不好了 王爷 王爷还真是写的回来了 乱叫什么 万一冲撞到测飞怎么办 还不快滚 是 我要去找王爷 竹子 竹子你不能动了 你告诉我孩子不能动了 解释 解释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的 是不是好好的吗 可是他们说 你还真是写的回来了 那是别人的心 那是别人的心 我怕吓着你了 所以回去换了神医生 本 怎么会有事呢 那就好 那就好 王爷 解释生给你剩下了小黄酸 本王知道 辛苦你了 只要是为了王爷 解释做什么都愿意 对了 本王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本王比我盼乱有功 父王很高兴 奉我为太子了 陛下正在奉你为太子了 这是自然 不日便会有圣旨降下 太好了 王爷也算是得伤所愿了 这就高兴了 本王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 本王已经侵迟 奉你为正妃 七日以后 你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 怎么了 怎么了 吓傻子吗 臣妾高兴 臣妾是高兴的 从今往后将与你长相厮守 不离不弃 从此以后 我不会在军业人下 世人心里了 截止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今有皇六子瑞王 勤勉爱民 平乱有功 可立为皇太子 以众万年之统 以凡四海之心 令瑞王侧妃将士 温婉贤惠 孕育皇寺有功 可封为太子 以兴宗事 亲子 儿臣接旨 恭喜太子殿下 恭喜太子妃 恭喜王爷 不 恭喜太子 恭喜太子妃 孕育 我等这一天 等太久了 日后我登上皇位 你就是皇后 我不仅要当皇后 我的儿子还要当皇帝 我还要当太后 皇爷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登上这至高无上的位置 季季 你究竟何时才能对我付出真心啊